現在開始上課 我們也感謝那個熱心同學幫忙買課本 還有幫忙去翻樓 在這邊上課很重 所以等一下他們下課的時候 如果有買課本就可以來跟他們頂 來個買課本的同學在這邊 就是要買課本就可以來這邊拿 可是我們下課時間可能不大貨 所以可能就分三次 如果你第一節下課拿不到 你應該也沒關係 我們上課主要是講義為主 課本的作用在哪裡 在這裡 習體 所以上課前兩件事情跟大家宣布 第一件事情作業開始 我們這個禮拜開始之後 每個禮拜都有作業 作業在這邊 然後下次實習課 因為下禮拜一是放假 所以下下禮拜再交上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教授同時還要小考 我們同時還要小考 所以請大家 我上跟大家說的 反正你寫作業我也不可能禁止說互相抄襲 所以一定有一個人是大家互相抄也抄去 可是你抄沒關係重點是你要理解 所以作業完作我們就會小考 測驗你是不是真的懂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你炒的話也請把事情搞上 所以下次實習課的時候記得教 然後小考 那作業基本上有三個版本 也就是說因為大家課本用的不一樣 有人用那個紅色黑色跟白色的那個是第五版 那個是第五版 那等一下你們拿那個會是第六版 所以不同的版本那個題目會不一樣 你就看一下 那可能會有非常非常少數人用 所以那個是亞洲版 亞洲版是那個 那個封面是一碗飯的一個米 那個是藍色的 那很有可能應該是沒有人用 可能還是會有那種四年級的 四年級的 或是說你跟那個已經畢業學長拿到的 那可能就是亞洲版 亞洲版在這邊 所以你看是哪個版本的 如果是從學長那邊拿到的 紅色那個就是第五版 作業三題 三題 那就請大家坐一下 請大家坐一下 那另外一個事情要跟大家宣布的呢 是因為我們這次的這個課程呢 嚴重的受到颱風影響 嚴重受到颱風影響 所以我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那學年初第一次上課 因為颱風沒有上到 不過那是還好 我們還是有做一些調整 因為我們進度上 還是有被延當到一個 一小時 那不過上禮拜颱風影響就比較大 所以我們會要調整那個 課程內容跟進度 那調整課程內容跟進度 那原則上我會跟大家說 課程內容跟進度 那個期中期末 考試時間還是不變 所以我們的課程進度呢 因為上次有颱風 本來9月28號要講的東西 變成是今天才在說 10月5號 所以全部都順延一週 可是呢 即便是如此 我們期中考試時間不會改變 所以改變的是期中考試的範圍 我們期中考試還是在11月9號 也就是說本來課綱上我們 我們11月2號會講 我們經濟效率跟市場均衡分析 那我們可能那個部分 就會沿到10月16號來講 那期中考試還是11月9號 所以期中考試就是考 考10月26號 就是講綱上面講的那個攻擊曲線 完全競爭市場的攻擊線 以前的內容 如果你有講講的話 你看一下你大概就不知道 然後沒有講講的話 反正就是各種上課 然後注意 期中考是11月9號 然後期中考就會考 11月9號期前上的所有東西 OK 然後我們就所有 東西都順延 然後呢 我們在12月本來 會有一堂課要講的內容 我們就把它取消掉 我們可能就取消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內容重要性比較低 我們就把它取消掉 我們就把它取消掉 那期末考時間還是不變 期中期末考時間不變動 那理由就是說 因為期中考試時間 我是特地挑那個 期中考前一週 就是學校表定期中考 都是11月16號的樣子 那我們提前考 那這樣大家就會比較 比較好準備 你才不會跟一些其他考試 全部都沖在一起 那我們期末考也是提前一週 也是一樣 你才不會跟一些其他考試 沖在一起 因為這場課比較重 所以我們把它分散開來 大家準備起來 會比較好 比較輕鬆 好 那有沒有問題 對於那個 那個全面宣布兩件事情 一個是作業 作業 我們下個禮拜 也一次會有作業 所以10月17號的時候 那個作業就是交兩份 我不會說因為 找一次實習課 我就少了沒有 我們是跟著那個上課進度再做 所以這個禮拜有作業 下個禮拜有作業 然後同志都是 10月17號的時候交 那當然我們那時候小考考一次 只是說一次小考放 就是cover兩次作業 就是cover兩次作業這個樣子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作業的話 每個禮拜固定捏一點 固定捏一點 這樣你到期中期末的時候 才不會熬夜 不然熬夜 那個升級會很不好 才不會熬夜 然後你就會捏一點捏一點 然後到時候 期中期末的時候 你就是把小考期末帶拿出來 做一做看一看 確定全部都會做 然後大概幾本分就會有了 大概幾本就有了 七八十分大概就會說 那其他就是 就是看你的了解程度 總共區分大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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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開始上課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上次上課 兩個禮拜前 我們談到了說 市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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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 那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我继续用 我把他都传来见 我这个已经在上 好后面的同学听不听得到 应该可以了 我去大声攻了 好我们上个礼拜呢 跟大家谈到说 市场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 我们先跟大家从现在世界特性来开始思考 就是说你比较你现在世界跟传统社会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有说到最大的差别 其实是要去想我们现在的生活 所能够享受各种的物资性 这是比以前的人想非常非常多 对啊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很多 从食物重义 从食物重铸 从那个交通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现代人 你平常中文都想要东西 比以前的人都非常多 那我说关键在哪里 我说关键在于组织方式不一样 现代世界跟过去世界 跟传统世界组织方式完全变成完全不同的 那现在世界组织方式是什么呢 现在世界组织方式大概你可以去理解 就是要专业化生产 传统世界没有这件事情 传统世界可能有 可是非常的没有那么 没有像现在那种专业分工到那么细致 专业分工到那么细致 传统世界大概就是说都是自欺自主 男跟女之大家可以去理解 那现代世界就是专业化生产 那因为组织方式的孔导致现在世界 现在世界有很大的生产力 那我说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组织方式 关键在于是事情 因为你现在呢 你人生活在你平常要能够生存 你其实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那我们现在世界怎样 你可以专注在某一个专业上面 然后呢你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你就去市场上找 以前市场可能没有那么普遍 以前市场可能没有那么普遍 那可是呢 现在世界市场非常普遍 你要任何东西都可以去市场上找 因为你要任何东西都可以去市场上找 你就可以专业化在某一个东西上面 专业化在某一个东西上面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世界是中业化社会资本主义体制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 对我原来最重要是自由市场体制 自由市场体制 自由市场体制 那当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那基地学家呢 我们觉得现在世界的核心 关键在于专业化 专业化后面重视在于自由市场 因为你有自由市场体制 所以你才可以做这个专业化 所以上个礼拜呢 我们就有谈到说 上次上次我们就有谈到说 因为市场可以专业化 那专业化呢 就导致了一件事情 一个是福利上升 上个一代我有推那个图给你看 那个比较利益法则 比较利益法则 那样的东西可能你们高通过后 有推过不清索化特别里面的 第一个章也有在讲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们讨论不好 这个是国际茂尔茨在一起 有兴趣你可以看 不过我上一代有推这端给你看 那个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说 即便我没有认为什么奇迹营巧 技术进步什么的 我纯粹透过专业化 你其实大家就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就可以上升 纯粹透过专业化 整个社会生产力就可以上升 上个礼拜我就跟你讲 我们就讲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 你就让不同的人去做他擅长的事情 那整个社会生产力就会上升 那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东西 你会带来技术进步 你会带来技术进步 那就因为你可以理解 因为人不是天才 人不是每个人都是天才 所以如果你叫一个人 全部东西都搞上30年 大概30年后你还是没有精通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叫每个人 都专门在某个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上面 你叫他搞个30年 他一定会学到搞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他一定会搞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所以这个就是技术进步 Aden Smith在1770年代他写国富论的时候 大家都对国富论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大家对国富论的理解是什么 过去对国富论的理解是至少是创建的时候 很多人谈这个东西 可是国富论里面其实他有个重点 这个重点在讲的就是透过专业化生产 就会带来的 Aden Smith在18世纪末节在英国的时候 他看到说我们这个社会开始变得不一样 他才知道我们是指英国 他看到英国社会开始不一样 我们再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他就看到了这个东西 那他看到不一样在哪 他看到是专业化 他看到是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 所以他就预言了这个东西突然 后来在19世纪的时候 英国就开始进入东西 就进入东西可能进入现在世界 可是我上个礼拜留下一个伏笔 我没有讲完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说 世间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你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全部都是benefit 全部都是优点 他没有任何缺点 事情是这个样子 有一好没有两好 所以市场它带来了很多好处 可是事实上它也带来了一些作品 它有带来一些缺点 19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就看到这个专业化 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缺点 他们看到专业化带来的缺点 他们看到很多人有不同的 特命当地来讲这个东西 他可能说这个就是资本主力世界的 这个最后一个人口 资本主力社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因为看到这个问题呢 你就看到了现在社会学的兴起了 很多社会学的几个大的宗师 都是19世纪的时候出来的 看到了这个工业社会 现代世界 或者整个专业化体制 专业化的这个市场机制的这个问题 他们就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不同于18世纪 因为11世纪有看到的 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好处 他们就看到了这些问题 那他们看到什么问题呢 什么缺点呢 第一个缺点是我们刚刚讲的优点 可是在很多人来说是缺点 什么意思 现代世界之下 每个人都是professional 对不对 你很难说你是没有个professional 就算你是农夫 你也是有比喻让你擅长这种哪一种作物 对不对 你专业在农夫这些事情上面就是一个专业的 很多这个要合外一级 很多这些大学生 或是说比较热血的大学生 然后可能因为媒体的一些吹捧 所以后来都会觉得说 在这个农业在台湾就会有很多事 然后我们就要帮助他 所以就会有很多奇怪的文青 所以我们委后的志向是要去农村 去帮助农夫 我要跟你说 这个理想非常不错 可是农夫不是你像你想那么简单 你是大学生 你觉得你念了几本书 然后你说你就可以去帮助农夫 农业基本上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农业选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有个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那个 我不知道该讲粉丝业还是 这个叫做专门在占文青的 专门在占文青的 这个很像叫做文青爱说笑之类的 一个农业的网站 专门在占文青 为什么 因为很多文青 我以前也碰过很多这种 他承业的跟农业 完全是不相干的 完全不相干的领域 比如看我认识 我就知道几个 台大城乡所的 收支班 博支班的 那城乡所的专业在都市规划 可是这些人呢 他可能就觉得说 他做都市规划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觉得他也懂农业 所以他就要去帮忙农 帮忙农村 那那个 那个专门在嘲笑文青 他就专门在看这个 就是说 你基本上这样 这个样子 你其实就是觉得你自己非常厉害 那你觉得你念这个 念到博士什么都充分 你也可以去农业里面去帮助农国 可是事实上发现说 他们对农业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是错误的 或许对农业很多的戒指都是错误 我要跟你说 即便是农业 你看这些 你看这些很像在农村里面的这些 阿公阿嬷 七八十岁的 其实他们那个是非常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 那个网站就有提到说 比如像是看那些阿公阿嬷有的 他们都看起来垂垂 老鱼很像不大能够动 比如像他的拔草技能 他的那个 插秧技能 那个比你强很多的 那个比你强很多 那个可能年轻人 你不知道怎么 你不知道那个妹妹感到 你去那边拔草拔个一两个小时 你就受不了 他们一两个小时 他把他全部整片里面拔完 这个非常厉害 那包括说 做这种技能 他有包括知识的部分 那他包括知识的部分 你种到种香蕉 你要什么时候种 田怎么看 然后产蕉籽等等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东西 非常专业的东西 好 OK 好 可以吗 可以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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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没关系 我只能还带 OK 好 好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代世界呢 大多数都是可费群 那可是呢 有些人就觉得 profession就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变成单面向人 大家都学过啊 是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就是训练有座口啊 对不对 专业人士就训练有座口 你大概就只懂一个领域的东西 那有人就觉得说 所以上一来 你的人生就无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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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理想中的一个专业人士 或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是什么呢 可能有些人讲的 应该是polymask 什么是polymask polymask就是像什么 达文西这种人 达文西嘛 他什么都懂 或叫什么呢 诸葛亮啊 诸葛亮嘛 诸葛亮是什么 你问他什么他都略懂 对不对 你问他什么他就略懂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传统社会所理解的 所谓的高智分子的典型 polymask 达文西 诸葛亮 你看古代文人多少人在讲 诸葛亮这个多知金乌妖 多知金乌妖 就讲他什么都懂 可是以后诸葛亮很厉害吗 你现在随便叫个工学人 去跟他占工程数学 那诸葛亮一定输 诸葛亮的话 你所谓一分都不懂 他叫他算东西 他一定输啊 那你说我们管院的学生 你去跟诸葛亮比记账 那个管理 那可能你也比诸葛亮厉害 对不对 你去讲后勤管理 如果你物流 你将来学物流的 你将来学物流 诸葛亮后生发明木牛牛牛马 这种东西 你要大幅改进后勤 可是他对后勤管理的想法 你现在最新的物流管理 你可能会做罪事化 罪事化大概要用到微积分 要做罪事化 那诸葛亮懂罪事化 他当然不懂罪事化 他怎么不会算微积分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每个人呢 专业都比以前的这个所谓polymath强 这我们就变成是单面向的一种 要工学院的去跟诸葛亮 去跟诸葛亮战 那个军事战略 暗杀之间不可以 诸葛亮是什么 天文地理 号称什么都懂的 那是过往的 过往社会对所谓知识分子的一个 一个想像 比如说比较好的 应该是这种东西 可是过去 这个时代呢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都是profession 那profession呢 难免就变成是单面向的人 那单面向的人呢 所以现在就有一种叫做 通知教育的东西 通知教育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通知教育的这种东西呢 Liberal education 基本上就是觉得说 如果我都是变成单面向的呢 我都是变成单面向的话 maybe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你总不能是训练有事或什么嘛 所以才会有通知教育的东西 希望能够豐富人生 豐富人生啊 或是说你可能懂工科的 你可能还是要懂一点管理 懂一点humanity 懂一点文竹的东西 所以才会有通知教育这个事情 不过这个东西的谈法呢 只是在谈关于人的生命内涵 或你的厚度、廣度的这个部分 可是呢 关于专业化这个事情呢 其实它有个更悲惨的东西 它有个更悲惨的东西 这个叫做alination alination呢 这个东西翻譯化 这个东西翻譯化 它说呢 因为每个人现在都是专业化 都是专业人士 其实带来了更悲惨的事情 最早谈这个事情的是卡尔玛斯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喔 马克思 马克思 十九世纪 社会学的主师之一 社会学家的主师之一 马克思 马克思最早 他就谈这个异化这个问题 他就谈异化这个问题 他就说 什么叫异化 工作这件事情 本来是应该要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丰富 本来应该要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丰富 所以他说什么应该要让你的生命变得更丰富 他就说劳动这件事情 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in my production I would have enjoyed not only an individual manifestation of my life during the activity but also I would have the individual pleasure of knowing my personality 你看他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里面是有很吃一个那个遺憾在里面 对吧 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你在你的这个劳动过程里面 你在生产过生产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是什么 要享受这个过程 为什么要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说 因为那个是你个人生活的体现 你在工作过程中体现你自己的生活 然后你在这里面 透过这个过程中的念 你也能够什么 念有一种个人的情趣 或个人的一些趣味去发现 在这个过程中 你了解到你自己的personality 了解到你个人合理 像如果你今天是公司的一个员工 那你可能在公里面负责一个 比如像记账好了 一臂小的一臂 就是公司买多少东西就记账 你觉得在记账的过程中 你会有一种cradure 然后那个cradure是什么 knowing my personality 你觉得你在记账的过程中 你会非常的兴奋 然后觉得说 哇这个里面我了解到我个人的特质吗 我会嘛 这个才不够无聊 对吧 你觉得有够无聊的啊 很多人现在都觉得说 我在工作过程中呢 就是一成不变 一成不变啊 然后我做这个事情 我怎么会实现自我呢 不会实现自我啊 你劳动这件事情 本来是应该希望实现自我 马克思以前上讲的啊 现在还能够实现自我 这个所谓的在过程中的工作 大概已经很少了 阿翔这个情绪要建议医术創作 对吧 艺术家你在做一个椅子 你在做一个桌子的时候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觉得这个是非常享受这件事情 这是你个人的生活 做这个东西在实现自我 做一个你的作品出来 然后你在绘画 你在创作 你在做桌子 做椅子的时候呢 你就享受到理解你自己的那个什么 你自己的那个personality 你个人特质 现在即便学者在做研究也慢慢不是这个样子 以前我们会讲说学者做研究的时候 其实写文章 某种程度上是有这种特性在 可是现在学者做研究慢慢的也开始被切割 要求去冲解冲发表 去做这些非常无聊细细微的这些小的问题 也慢慢也开始变成这个样子 那各种各种其他的劳动者 其他的劳动者 劳动者当然不是想中在中场里面的蓝领阶级 包括白领 包括白领 你在办公室里面你负责采购案 负责业务 可能你在跟顾客在交谈的时候 maybe还是有一点的 可是大多数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職工都在有多互相记账啊 然后呢 然后只是公司里面的小螺丝 你不会体会到这个事情啊 你不会体会到在工作过程中 会给你一个pression 所以马克是说什么 他说聖的就叫做一句话 为什么会有这个异化 他就说因为你现在的劳动过程呢 你现在的劳动过程呢 你作为劳动者 你现在呢 的劳动过程是什么样 你只能够在公司里面再做做做 从事工作 就是你当然也可以自己生产个桌子椅子出来 自己当然可以生产个桌子椅子出来 可是你可能活不下去 你如果要靠这个微生的话 我觉得比较你自己生产的桌子出来 你除非你是很顶级的艺术家 不然你没有办法微生嘛 那你怎么办 如果你是木工的话 你就只能到工厂里面 工厂里面你可能就负责锁螺丝 天天就锁螺丝 你只能在这个 你只能在这个里面 你才可以赚钱 那你在工厂里面 你只负责锁螺丝 那你是什么呢 那你就是个工厂里面的小螺丝钉啊 我们从很小以前 对不对 从国小国中的时候 在课本的时候 常在讲这个东西 我们能喔 在现在世界里面 他知道你就是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小齿轮 你就是负责扮演好小齿轮的角色 你就是一个螺丝钉 你扮演好这个角色 整个社会就会变好 我跟你说 这个都是现在世界的伦理道德 我这种东西叫现在世界的伦理道德 在谈这个过程中 就是讲说 你就是小齿轮 你就是小螺丝钉 那这是什么 你不过就是个工具 你就是个工具啊 所以他说 你现在就是个工具 你要找工作 你只能在工厂里面 只能在大公司里面 你就是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 你就负责扮演好你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的劳动 就没有办法 就很难去得到这种 在透过劳动过程中 得到一种喜悦 就很难得到这东西 就得到一种喜悦 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异化 这个就叫做异化 可能你们还没有体会 我在那个硕士班的 带子班的那个里面 讲这个问题 很多上班族都有这种深刻的提会 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 可是你就是要吃饭 对不对 你就知道吃饭 就像现在学者也是啊 你当然希望能够独立做研究 整个完整的做 可是你现在在这个体制里面 你就只能做一些小事情 你可以不做吗 可以啊 不过就是混毫了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马克思讲的第一个 在很多层面 那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现在世界的一个特性 现在世界的一个特性 那马克思他讲的 所谓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他讲理想生活很有意思 他的理想生活是什么 他说什么是一个理想生活 他说理想生活呢 就是你自己自主的生活 那你的自主需要什么 你要活的你需要食物 你需要精神上的食物 我说物体的食物跟精神的食物 那一般实体的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米饭这些东西嘛 米饭这些东西 鱼类这些东西 所以他说理想生活是 你早上在种田 下午去钓鱼 晚上呢 读哲学作品 那这样子读哈语是最好啦 然后创作 这是马克思所谓的理想 无独有偶的呢 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联想到一个事情 这个人是谁呢 古代中国的世人 怎么去谈理想生活 陶渊明他怎么讲理想生活 他讲耕毒这件事情 陶渊明讲耕毒这件事情 陶渊明是什么时候 什么年代的人 陶渊明是公元365年到公元427年的人 他是四世纪到五世纪之间的人 他讲所谓理想知识分子 理想的世人的理想生活功是什么 耕毒 他怎么是耕毒 不就是导荡重典 晚上写诗 读哲学作品 什么哲学作品 儒家的 道家的这些作品 然后写写诗歌 写写诗 写写诗 写写诗歌 然后读读诗歌 不就是讲这个东西吗 所以你觉得有趣的是什么呢 马克思处在19世纪 那个世纪是个怎么办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了 进入现代世界了 那传统的世界呢 一定去不复返 那他们看到现在世界 跑出了这些问题来 他们就会难免说 哇这个造成人的异化 人被切割 你变成单面相的人 你只能专心到这个事情 他就会歌詠 就是说啊 那过去的那些美好的生活 我们应该是像这个样子啊 同样的在传统社会里面呢 在中国 在东方的中国 陶贵明他讲的所谓 传统的生活方式 其实也是这样 你可以理解在传统社会里面呢 人 我们所崇拜的 所崇尚的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 是什么 是回家吃自己的生活方式 回家吃自己 可是回家吃自己 在现在社会 如果你骂人家 回家吃自己 这个就是骂人的话 对不对 你看周星驰的片段 在那种一中一中一中 周星驰骂人就是 你就回家吃自己打你 回家吃自己是拿来骂人的话 可是如果你在普通社会 骂人家回家吃自己 这个就是理想的生活方式 这个就是草原口征毒 就是回家吃自己 自主的生活 所以你在这边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说 现在世界跟传统社会 在一些伦理观念上面改变 那一种想法上面改变 那其实后面有一些很深刻的登记 就是说传统社会的整个生活的形态 跟现在社会的整个生活的形态 已经变得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马克思怀念过去的这种传统生活方式 然后也各有这种东西 那各有这种东西在西班牙跟东方 事实上是非常类似的 包括考虑他们一直想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已经一去不复法了 如果你说我现在要全部的人都回家吃自己 那整个世界都没有专业化 那我会跟你说全部人回家吃自己的结果就是一半人都会死掉 一半人都会死掉 现在世界变成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全部人都回家吃自己 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养活这么多人 我们现在是靠专业化的体制来养活全世界将近71的人 如果全部人都回家吃自己的话呢 没有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没有大幅度的生产力的提升 那我会跟你说 那就会一半人都会死掉 再做大家像台湾两千多万人 分得到足够农田吗 就算分得到足够农田的话 是所有的人都懂这些农作的技术吗 不见的 那就很多人没有办法养活 所以虽然过去的生活很多人觉得不错 不过那一定是过去的 我们现在是站在现代世界了 虽然很多左派他们在谈说 这个市场是罪恶的冤手啊等等的 基于马特斯的这个漢马来看 他们讲的朋友说是对的 可是我们现在回不去 我们现在其实是回不去的 现在没有办法回去 好 所以我现在就讲了 所有的市场所带来了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一个是哪个都是专业人士 那不是poly man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异化 异化问题 我刚刚谈这个问题 我还想到说还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 马特斯所谈的异化 有一部片相信大家都知道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那个二十世纪前半月的片 chamberling一部片叫modern time modern time chamberling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卓别林 卓别林的modern time 摩登时代 摩登时代在讲什么 所罗斯功能的故事 这个人就是 他这个所罗斯功能就是非常具现的在讲所谓异化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刚刚我讲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深刻几话的话 去看看这个片段 Mathertine 他要讲说这个所罗斯的功能 他就是专业化在所罗斯上面 他非常非常厉害 可是你哪一想要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得到任何的愉悦 或是理见他个人的生活 大家不会这个样子 申本Mathertine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是有趣的东西 YouTube上面都找得到 因为这是世界经典 所以chamberling这个人是默契展 那个喜剧大师是有道理的 他那个喜剧不是像吴忠倩这种 隨便调凯逸人这种 他人是深刻去谈现在世界的问题 那个有深入的东西 所以那个就变景 好 那第三个捉贝克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捉贝克 前面这两个缺点 都多少有点在哲学程式上面的讨论 讲说个人的生命的内涵的东西 第三点就涉及到你的生存问题 然后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是专业人士呢 所以你就面临了 现在世界就面临一个问题 你每个人都是专业在某个领域上面 对不对 那你就会碰到一个深刻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有人整个世界不需要你的专业了 那请问怎么办 如果你花了二三十年 然后把自己磨练得非常非常厉害 在某个专业领域非常非常的强 可是你要保证这个社会需要你的专业啊 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你这个专业的话 那请问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办 你可能就回家吃自己嘛 对不对 可是你会要回家吃自己 你有自己的甜吗 就算你有自己的甜 你懂得农作吗 你会碰到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呢 就叫做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是专业人士 所以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你的专业怎麼辦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社会安全网的话 没有社会安全网可以轟住你的话 你可能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 失业问题这个东西 它的本质是整个社会不需要你的专业 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过去有些台湾的这些老规啊 这些老规啊 这个水准非常差的啦 比如像有个叫做阿基斯的人物啦 这个都非常讨厌那个台湾 他非常讨厌台湾的民进的文化 他们有句名言叫什么 没有不警惕之后不珍惜 没有不警惕之后不珍惜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失业 就是因为你太迅了 你没有把你的专业磨得很厉害 所以你才会失业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错误理解 失业问题的根本 当然有些情况是这个样子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 这个社会不需要你的专业 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问题 我跟你说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整个失业案例 这个学者里面会讲 就是1990年代 80年代90年代 美国曾经有一批物理学家的失业 物理学家 开玩笑这个 算是现代世界里面 最聪明的一群人质疑 物理学家 他们搞什么呢 搞一些数学搞得非常艰深的 对不对 然后做宇宙论做相对论的 这个相对论没几个人看得懂 可是在物理学家看得懂 这些物理学家看得懂 最顶尖的搞相对论的 搞这些理解宇宙如何形成 在1990年代都曾经有一大批 非常艰深的失业 就是因为整个社会 你花了好几十年念到博士 念到物理的博士 你搞得非常非常厉害的能力 可是 学院里面没有足够的位置 所以在1990年代 都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 这些物理学家 一堆人找不到物理的这个专业的位置 所以你不要想说 怎么没有不景气做不生气 其实问题不会没有那么简单 那时候会有一堆物理学家 他们觉得非常厉害 可是最后就没有工作 最后就没有工作 那怎么办 这些物理学家 怎么办 好在来就是说他们有第二专长 好在他们有第二专长 他们第一专长是物理 可是你要把物理懂得很强 你就会有另外一个专长 你必须要练得很厉害 这个叫做数学 这个叫数学 那数学基本上就比较五能和首 就比较普遍性 所以据说那时候呢 如果你去问那些老一辈的 比如像学校里面老一辈的那个 老一辈的物理系的这些老师 他们就会跟你说 他们那时候有很多同学 后来都没有在学界工作 可是因为他们有数学能力 所以他们后来都去哪里了 他们后来就跑去华尔街了 他们后来就跑去华尔街了 因为他们数学非常强 他们数学非常强 他就找华尔街了 然后据说后来就搞出一个 叫做财务工程的东西 可能没有 你听过可能没有听过 财务工程的这个领域 这个大概二十世纪 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的时候 非常非常热门的这个领域 就是这些物理学要搞出来的 这些物理的数学要搞出来的 在华尔街里面搞出这个财务工程 然后当然捞了不少钱 那不过财务工程搞到后来都 就衍生了2008年的金融通报 这个可能 你可以理解说 他可能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复仇 在整个社会不需要物理专业的 这一种报复 反正就搞一个 反正就已经捏了出来 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 就造成了金融通报 金融通报的关键 是不是跟财务工程有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不能说全部都是财务金融的错 不能说全部都是财务工程的错 而财务工程的这个领域 这个东西也扮演了一些角色 也扮演了一些角色 当然2008的金融通报 它后面的程序非常复杂 可是财务工程这个领域 确实是它一个重要的关键 财务工程的 确实是造成这个问题 一个重要关键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就讲 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 就会是现在世界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是专业人士 所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 就是说整个社会不需要的专业 都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才必须要社会安全 去处理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整个社会竞争里面 突然就被淘汰下来了 那是你的错误 不是你不争气的错吗 有些时候不见得 有些时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有整个社会不需要有这个专业 或是你这个专业 现在太多了 199年代的时候有物理博士的实验 现在在美国呢 还有另外一种 譬如说生化的博士 生化的博士 其实也是 没有失业 可是是非常非常的低薪的工作 在美国如果 我们念经济的财务的博士 如果你要去业界的话 年薪至少出来 你听说是开得到七万到八万 是开得到七万到八万美金 一年 这是最起码的 那你大概要十万也是拿得到 然后去华尔街 这个经济的财务的博士在美国 可是如果你是生亏的博士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只有三万到四万美金 三万到四万美金 会差非常的多 那这个情况也是因为生化的博士在美国太多了 很多对岸的中国 他们很多人都把去美国念这个东西 那他们重点就是 这种东西有进去 他们是希望说念这个东西 在美国做到的工作 然后变成博士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这个不是你不争气的关系啦 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 事业问题 事业问题 所以事业问题就成为 现代世界的政府里面 他们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很多时候 那个 现代世界的政府 在讲说要促进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 背后有个关键是要解决这个事业问题 因为这会是个重要问题 那可能有些人会天正的觉得说 只要经济发展了 然后经济在成长了 那某种程度上 这个好处会均分给大家 所以事业问题就会减凡 事业问题就会减凡 那我记得在前几年 我也读过一个文章在讲 这个忘记是习近平还是胡锦涛 忘记是习近平还是胡锦涛去美国 然后他们就跟美国大作总统 忘记是跟小副秀还是欧巴马 反正如果是跟小副秀那就是胡锦涛跟胡锦涛讲 然后如果下一点就是习近平对欧巴马讲 他就说胡锦涛习近平他就说 他就说我现在最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现在最头大的问题是想办法 想办法让减少中国的失业问题 让大家都找不到工作 他说他最大问题是什么 因为在现在世界里面呢 如果有人找不到工作 一旦有失业了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问题 尤其是在某些国家像中国 他们社会安全网可能有很多漏洞的时候 就会有些人活不下去 那活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会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失业问题就会变成是现在世界里面 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跟传统世界去对照 我刚刚讲的胡锦涛或习近平的例子 现在当代中国政府 他们最care的一个问题是失业问题 可是在古代 你随便往前 时间往前掉300年清朝的政府 清代明代政府 他们所面对的 首要问题是什么 就不会是失业问题 传统中国社会 传统的那个中国朝廷 他们所面临的 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传统中国朝廷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一个是黄泛问题 治水 对不对 治水啊 以前治水可以治出皇帝出来的 大云治水又变成皇帝 对吧 黄泛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游牧民主啊 游牧民主啊 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样子啊 清代可能不是 可是清代黄泛问题还是个严重问题 那明代呢 那当然是啊 明代有相当原因是枉于 游牧民主跟内乱 你天天跟北方的国家打仗 打到后来你就 国库就空了啊 空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天气变化 那就跑出民乱出来 就全部都变出来 立朝令代 面对这个都是重要问题啊 里面有没有失业问题 没有失业问题 没有失业问题 对他们来说 那你就回家重点啊 会有失业问题 没有失业问题 没有失业问题啊 所以从这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传统社会跟现在社会的很大差别 所以我们在谈到了市场 市场 现代世界的一个重点所在 它带来的现在世界的一些好处 而言带来的一些Drawback 那走过去看待这个市场 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处 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坏处 那我说看到这个好处呢 基本上后面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是从Aden Smith开始出来 那我说 你可以说他们看到的市场好处 成细这个脉络下来 那社会学家呢 19世纪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个市场中 要画这个坏处 所以一直站在比较批评事情的 这个角度上 那在西方世界里面的 所谓左派跟右派的一个论争呢 其中一个主要的战线就是在这里 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待自由市场这个东西 你可以大体上可以这么说 右派的人基本上是比较 比较看到自由市场的优点这一块 所以我们主张 市场应该要越来越自由 政府不应该要干预啊 那相对来说呢 左派的人士呢 很多会谈到说这个市场所带来的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 哪些东西不应该商业化 学习 那个教育不应该商业化 然后呢医疗不应该商业化 生命不能用价钱来衡量 他们会谈这些问题 那相对来说呢 右派的人呢 经济学家会谈到说 诶 所以教育呢 应该要进入市场体制 医疗呢 应该要进入市场体制 这样的支援才会做最有效的问题 那你说谁对或谁错吗 见仁见智啦 就像我跟你说的 世界上都是这个样子 有一好没有两好 可是我只要跟你 如果我要跟你强调是什么呢 我要跟你强调是说 我们现在在现代世界 比方我刚刚最前面讲 我们回复要过去 你即便觉得市场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你没有办法 像这些左派人推到极专说 好吧 我就把市场全部打掉 大家全部回去自给自足 大家回去自给自足了 结果就会是饥荒了 就会是饥荒了 那确实在现在世界里面 在1980年代 在70年代 在80年代的时候 在东南亚在柬埔寨 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全部人都回家 回家中年结果就是死一堆了 那在中博确实也发生过 类似的这件事情 也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现代世界市场所带来的 那也是左派的一套主要 那也是在西方世界里面 左派跟右派争论的一个主要的展现 也是一个主要的展现 好吧 那我最后来谈一点说 我怎么去理解说 这个现代经济成长这件事情 现在经济成长这件事情 我刚才前面跟大家提到说 现代世界的一个特色是广泛的交易分工 广泛的交易分工 那因为广泛的交易分工呢 我们带来专业化 带来生产力的大幅度上升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去理解说 什么叫做现代经济成长 也就是说市场变得更加的绵密 也就是说市场变得更加的绵密 我们交易的东西呢 在市场上能够交易的东西呢 越来越多 这个程度上 我能不能让你可以说 这个就叫做现代经济成长 那你可以去理解 我们讲经济成长是怎么讲 我们讲经济成长就是实质GDP的增长 那GDP怎么计算 你知道下学期会学到这个东西 GDP怎么去计算 他计算的是 所有在市场中交易的最终产品 他算的是所有 一年里面呢 你一个国家在市场中 在这个 在这个 所谓的最终产品 在市场中交易的总市 他是这样算的 所以换言之 你可以去这样理解 本来 比如像说 你一个家庭 然后呢 那个家务劳动呢 是 比如像说 是老公在家里做家务劳动 老婆出去外面赚钱 举例来说 老公在家里做家务劳动 帮忙打扫父小孩什么的 那今天呢 除了老婆出去赚钱以外呢 老公也出去赚钱 那交易劳动找谁来做 交易劳动去请外面的 比如像专业打扫来做 小孩呢 找保姆来做 我跟你说 对你们家庭来说 可能没有差 可能就差不多 老公出去外面工作 然后本来的交易劳动 找保姆跟 找保姆 或找那个 找那个专业打扫来做 可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你的GDP也有得到增长 在这个过程中 GDP会得到增长 因为你今天呢 就创造了两块 一块是 本来是在家里做家务劳动 这个东西是 GDP没有赚在里面 可是现在你专业化分工 老公出去 老公也出去赚钱了 那家务劳动 找更专业的人来做 那整个GDP就差不多 你们专业分工了 那也做市场交易 家务劳动 你去外面买 那这东西GDP就增长 GDP就增长 所以你可以去理解说 现代经济 经济成长的一个本质 其实是我们交易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你在市场上交易的东西 越来越多 包括数量 包括品质 也包括说多样性 各式各样的服务 交易的越多 那GDP就成长 这个就是世界经济成长的 很多东西以前 没有在市场上交易 现在也在市场上交易 就是看到 那有什么东西 以前没有在市场上交易 现在在市场上交易 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 我刚刚讲的是 那个比如像保姆 比如像说专业打扫公司 这个东西是 以前是自己解决 现在找专业的打扫公司来 或甚至是说 你可能不是找专业打扫公司来 你是找什么 你是找机器人来 帮你打扫 什么是机器人帮你打扫 你去买那个什么 自动打扫机器人 放在家里厅 那边帮你 对吧 这个也是啊 你就是专业化 你就不做这个事情 找专业机器人来帮你打扫 新的服务 新的产品 在市场中交易 这个就叫做现代 交易的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 有可能的新的机会呢 对管院人觉得你要想这个东西 这什么东西是以前不能交易 而现在可以交易的 如果你要赚钱的话呢 你可能就想说 OK 我可能扩大工厂的生产力啊 或是扩大我们产品的 可是其实有一个更重要 更重要 通常最多赚钱的机会是 你发现新产品 发现新产品新服务 这个等于是开出新的市场 以前在市场上没有交易 现在在市场中交易 有哪些东西是这个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讲 創新 讲新产业 谈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站在21世纪 你会看到什么是新产业 新的可能的服务呢 比如像什么 太空旅行 以前是没有人想到有这个服务的 现在可能技术上做到太空旅行 那还有什么呢 计算服务 1990年代以前是没有计算服务 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有 什么是计算服务 就computer computer 计算机 现在有计算服务 帮你算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当然对于 一般家庭来说可能 可是对于研究者 那个就非常的有用 要算大量的东西 计算服务 那还有什么 虚拟体验 这些都是新产品 新服务 新产品新服务 以前的人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想到了 就会是新的市场 可是我刚刚谈这些东西呢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都跟科技技术有关联 有些时候不见得跟科技技术有关联 我们来看19世纪 19世纪的时候呢 有什么新产品新服务 在19世纪的美国 新产品新服务 其中一个是什么 横跨美洲大陆的运输服务 什么是横跨美洲大陆的运输服务 铁路 铁路 铁路在那个时候是高科技 这个新产品新服务 这个横跨美国 每周大陆的这个服务是新产品 这个东西呢 是有科技背景的 OK 可是我刚刚讲的是说 有些东西不需要科技背景的啊 19世纪的美国 有个东西不需要科技背景的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这东西 banana 香蕉 香蕉 你现在可能觉得ridiculous 这个东西香蕉 怎么会是新产品 我会跟你说 在19世纪初业的时候呢 欧洲人跟美国人 他们是不吃香蕉的 19世纪初的时候呢 欧洲人跟美国人是不吃香蕉 那美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吃香蕉 1870年的时候呢 才开始引入美国 香蕉才开始引入美国 1870年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吃 那时候有个人兄呢 开始跟美国人说 你可以吃香蕉 他说你可以吃香蕉 说香蕉这个东西营养又好吃 营养又好吃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香蕉这个东西怎么可能赚大钱 香蕉平常这个很便宜 我跟你说 香蕉会赚大钱 有个特别叫做这个 有个特别叫做这个 可能大家都听过 这是什么 Banana Republic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特别 应该有啦 衣服的品牌 衣服的品牌 香蕉共和国 我跟你说 Banana Republic这个东西呢 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 它这个特别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特别 为什么呢 它讲的是呢 美国这些 在美国跟人家讲说 你可以吃香蕉服务的这个 你可以吃香蕉的这个人 把香蕉引入美国这个人呢 他说 他赚大钱 赚到什么 赚大钱到什么程度 赚大钱赚到他可以把一个国家买下来 那那个国家就变成香蕉共和国 刚开始这个特别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特别 也就是说 你就知道吃香蕉 介绍人家吃香蕉 这个是非常赚钱的变成 他在1870年 引入美国 他有看人家讲说 美国人你们可以吃香蕉 香蕉燃养又健康 然后后来他就弄了几间公司 弄到几间公司 一间叫做联合食物 一间叫做标准食物 标准水果 标准水果跟联合水果 标准水果 联合水果 后来他们变成一间水果公司 大家现在在台湾的超市看得到 这都逗了 这都逗了 联合水果跟标准水果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在美国是恶名昭彰的公司 恶名昭彰的理由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他们在美国介绍人家吃香蕉 卖香蕉 就紫光的产品用到赚大钱 赚大钱到后 他们就去加勒比海 买一些小国 比如像洪都拉斯 或是瓜地马 几乎后来就被这些水果公司给操控 那整个国家就变成是香蕉庭 全部都是香蕉庭 虽然那个国家表面上是有个独立的政策 可是后面都是这些水果公司的人在操控 都是水果公司的人操控 所以就有Fanerna Republic 就有Banerna Republic出来了 就有很多文言作品在谈这个东西 这个看哪样是一个文学家创造出来的 可是又在讲这个事情 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后来现在变成Fashion的代言 变成是一个衣服的品牌 可是因为我要跟你做的就是什么呢 Banerna 光介绍你吃香蕉 你本来生活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 可是我跟你说 你得试着吃吃看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转大 那现在他们做香蕉这个服务 那么变成Dore 我们事实上在美国还是很专程的公司 他是美国华尔街 他是一样是华尔街的上市公司 然后Dore 我借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那个超市呢 几乎人手都 那个超市都看得到香蕉 然后一根香蕉也不贵 在美国一根香蕉可能一美金 一美金是比较贵 但是你在机场都看得到 那很多美国人中午他就吃香蕉 吃一根或两根香蕉 去超市随便买多一点 就一根一根香蕉 两根香蕉 他在机场比较贵一美金 他在超市可能就更别 所以几乎人手都有 可是在十九世纪出的时候 就想像过去美国的美金是香蕉 这个叫做什么 新产品 新产品 不见得到通过基础 他就跟人家讲说你要吃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Mardin 你要通过Mardin 你还跟人家讲这个东西 然后建立他的生产 建立他的生产 从加勒比亚开始中香蕉 然后一个货贵的人 一个货贵的人 去送到美国去 那在21世纪 你有没有想到类似的这种新产品呢? 类似这种 以前人不吃的 然后现在你就跟人家说 这个东西可以吃 那搞不好你也可以赚大钱 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会是这种东西呢? 你们能够想得到吗? 我记得我在两三年前的时候呢 那时候跟同学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到19世纪的美国 那时候有人去介绍美国吃香蕉 然后他透过这件事情 他就赚了大钱 那在21世纪呢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新的机会呢?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有一种产品可能是有的啦 现在很像开始有人在做了 那当然是在台湾了 这个产品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这个? Cack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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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知道 Cackroach 什么都知道 蟑螂 蟑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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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的新产品 现在是真的有人在推广吃蟑螂这件事情 可是他当然不会说蟑螂 蟑螂看起来很恐怖很蟑螂 你随便在地上看到 他们叫做什么? 他们这个叫做 蟑螂啦 蟑螂啦 他就换了名字 说这个叫做蟑螂 蟑螂 蟑螂你可能会觉得好一点啦 感觉好一点啦 蟑螂啦 蟑螂啦 我跟你说现在在中国就有人在推广吃蟑螂 就有人在推广吃蟑螂 可是他这样吃蟑螂 他不是跟你说一整支拿给你吃 他是把它磨成粉 然后他推广吃这个东西 他也是有依据的 蟑螂这个东西呢 蟑螂钢木油记载 蟑螂钢木油记载 这个是药 药 所以他们在麦有叫美洲大连神 美洲大连神 美洲大连神 可能搞不好你去给 搞不好你妈去 搞不好你亲戚朋友去 去美 去中国都会买 这个都会给你吃啦 蟑螂大连神 美洲大连神 蟑螂大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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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钢木油记载 这个东西呢 通力血脉消肿解毒 所以是很好的东西 美洲大连神 所以PATROCH 所以这个搞不好是新产品 搞不好是新产品 其实除了水年以外 还有一些东西可能 小时候你们吃过 可能你没有吃过 你爸爸你妈妈可能也吃过 这种东西 油虫珠 来油虫珠大家知道是什么 油虫珠 油虫珠这个东西呢 本草钢木没有记载 可是据说在那个什么 大龙洞保安宫 你知道大龙洞保安宫 在台北 还有北港朝天宫 这些宫庙里面的那个医迁 这个保安宫是拜保生大地的 是以前的这个算是医病 医药之神 然后医药之神 保安宫大地 里面他们的医书就有记载 这个油虫珠是一口脚可以吃的 油虫珠是吃什么 小儿胀气 那个小朋友一岁两岁的时候肚子不舒服 或者一岁以下肚子不舒服 是可以吃油虫珠 你可能可以问你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也都吃过这种东西 来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油虫珠 来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油虫珠 油虫珠 油虫珠是什么 油虫珠是什么 油虫珠是什么呢 油虫珠是什么呢 对 蟑螂大便 油虫珠是蟑螂大便 这个是自小脏气的 我不是乱讲的 你去那个北港朝天宫大龙洞保安宫 这个是有记载的 有记载的 油虫珠北连 所以maybe你如果一百年过后两百年过后 你去看那时候现代人 那时候的人搞不好他们就会嘲笑我们现代人 搞不好在两百年以后也是有个老师在这边 类似讲的一样 你知道吗 21世纪人是不吃蟑螂的 那我们现在都吃蟑螂 搞不好两百年以后跟Valena的故事是一样的 北连新产品新食物啊 搞不好这个在中国现在卖蟑螂这个人呢 50年以后他有个Cartology Republic 在一样中南亚国家被他买下来 专门都在生产商嘛 你也不知道吗 Anyway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现代世界经济成长合作 我们在市场上交易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很多新产品新出 有些时候你就想说如果你要在公司里面赚大钱 台湾的人想的都是说什么 我增加产量提升品质 可是还有一个关键叫做新产品 以前没有在市场上交易的 现在你把它弄到市场上交易 有些時候你學要透過高升的技術 有些時候不竟然是如此 有些東西像Cocoroch 像Banana 這個可能技術不需要太高升 可是重點是那個Pay 那個關鍵在什麼?那個關鍵在Parking 你跟人家說這個東西營養就好吃 本早上沒有記載 你一帶吃這個東西 搞不好以後你就變成一把一把 你就透過這個東西賺到大錢來 所以我們就大概把這個市場 在現代世界中的角色 他整個談了一遍 他作為一個整個學期課的開頭 然後整個學期課的開頭 所以讓大家去理解說 市場在現代世界中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可是我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講 那個問題我們學期末次來談 我們上次上課有談到 現代世界跟傳統世界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傳統世界是自己自主的社會 沒有廣泛的交易分工 也沒有太多的市場 因為你沒有專業分工嘛 你就不需要在市場比較 而現代世界是專業化生產 然後有廣泛的市場 有大量的市場 我們有廣泛的市場交易跟專業的分工 現代世界是怎麼樣 可是我留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留下一個問題是說 所以傳統社會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呢? 變成現代社會 我只要講說兩種社會有很大不同 講說現代社會因為市場的關係 有很多新的現象是兩三百年前從看不到的 這是很大的斷裂 可是我沒有講說 所以傳統社會怎麼變到現代社會來? 我會跟你說這個東西是過去一兩百年人文社會學科裡面要問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他有一些專業的術語在講這個事情 叫做資本主義世界如何興起 資本主義或是工業化社會國際 這是過去一兩百年裡面的人文社會學科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們在未來的四年裡面你們在一區想這個東西 那在學期末的時候我會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關鍵在哪裡? 我覺得關鍵在哪裡? 那這個問題基本上就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當初在西歐、在英國、在法國 他們怎麼樣自己在某種條件下 自己突然就哇!傳統社會就變動到現代社會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講的問題是什麼? 講的問題是講說 所以你身為一個傳統社會的國家 當你碰到現代世界、現代社會的這些國家來的時候 你怎麼去應對? 這個問題在問的是什麼? 這個問題在問說 所以在從19世紀以來 中國、印度、中東這些傳統社會的這些國家 包括非洲 這些傳統社會的這些國家 他們的四人、資質分子一直在問這個事情 他們那時候碰到了現代世界 從歐洲來的這些現代世界的這些軍艦、這些國家來 你怎麼去應對這個東西? 怎麼樣在短時間去理解說我們之間的差距 然後在短時間之內的 把自己的社會從傳統社會升級到現代社會來 那在這一、兩百年的過程之中 有些國家就成功升級 像日本 他就從傳統社會變到現代社會 那台灣被日本搞過一次 也從傳統社會變成現代社會 可是很多國家還是在這個過程中很前進 我們像中國 他現在完成現代化的轉型了嗎? 很多地方是沒有的 中國很多地方是沒有的 那印度也是啊 不過至少他們在走在那條路上面 那很多國家是他就完全抵制這些事情 比方中東的那些國家 比方中東的那些國家 過期已經轉型過去了 可是很多中東國家 比如像伊拉克、比如像伊朗、比如像阿蘇漢 他們就還在補伏前進 還在很前段的地方 但可能很多人就是批評西方社會 可是事實上主要是批評現代社會 那還是爆防傳統的那些家 你現在看到ISIS 你看到一些中東的那些穆斯林 比較原教族主義的 在講說 所以女性不應該怎麼樣啊 所以西方社會是實際的力量等等的東西 其實你在一百年前在中國 你其實都看不到 義和團大都不覺得是這麼一回事 他們殺了你就不眨眼了 他們也覺得女性應該怎麼樣 他們的一些想法 其實想想看你只要去看那些穆斯林的原教族主義 他們去想說要回歸部落傳統 要反對這些東西 其實有些就像是某種程度上是類似的 那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就是說 當你傳統社會的人碰到現代社會的這些國家來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這些 那你怎麼去面對、理解 然後去改變我們 改變你的這個成本 有些人選擇認識到西化的本質是現代化 然後就把自己變成現在社會 有些人是秀美的 那這是非常非常大事 大家以後可以去想想看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說在過去一、兩百年來 一直到現在都是這個樣子 人文、社會學科裡面最重要的問題 好 那有沒有問題 在我剛剛這段講的 OK啦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遍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新的一個雜誌 就跟大家討論的 就是讓從同一個歷史的角度來讓你理解說 市場在現在世界所敗的角色 市場在現在世界所敗的角色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 就開始來進一步來談市場 就開始來進一步來談這個 理解市場的運作 然後 希望前一堂課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你會有一個比較宏觀的看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細緻的從細部來看 看市場是現在美食運作的 但是我們沒有進一步 那我說過呢 我記得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大家 我記得我一開始在跟大家上課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就是說 經濟學要怎麼來理解市場 我們是透過市場中的參與者來理解市場 我倒是了 參與者來理解市場 那從參與者來做到來理解市場呢 基本上有兩個proach 有兩個舉例 一個辦法呢 就是說 我們剛剛怎麼談市場 我們剛剛談說 市場的重點是說 你可以專業分工 然後你在市場上找到你所有你需要的工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去理解 每個人今天在市場 都是一個專業分工的小螺絲廳 然後呢 他就是focus在某個特別的小領域 那你可能在大學的階段 你復課會的時候 你決定你要在哪個領域 然後呢你就專業化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你需要的所有其他東西 比如像你專業化在經濟學研究 你需要的食物、衣服、住、行 你需要的種種服務都去市場上找 那透過市場上交易 你就跟市場整個社會中的其他人呢 發生關係 你就有一個relationship在那邊 然後呢 透過這些不同的交易關係呢 透過這些不同的交易關係 你可以想像整個社會呢 就透過這些不同的交易關係 變成是很大的一張網 很大一張網 那交易的東西越多呢 這個網就變得更綿密 就更更綿密 那整個市場就是透過這些不斷的交易關係 你可以透過這個角度來理解市場 這個東西呢叫做超邊際經濟學 超邊際經濟學 我們基本上這堂課不會用這個approach啦 這個是20世紀下半年才發展出來的東西 那曾經發展出來的這個 是一個華人經濟學家在澳洲 在澳洲 那當年文革貝也充滿過 所以後來流往到澳洲 曾經是最有可能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華裔經濟學獎叫楊小凱 不過他已經過世了 因為過世的理由是因為 訪明文革貝也很適合一遍這一張 他就有50幾個協議 突然他又會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好 超級機經濟學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Google 需要用到非常高高的數學 所以我們大概不會看很多東西 所以其實有興趣可以解救這個事情 因為他可能會用到圖論、破譜這些經濟 我們用的是傳統方法 我們討論是傳統方法 傳統方法一樣是從市場中的參與者來談 可是他基本上他不會去把整個市場參與者理解成 是說你就是同一個專業人士 然後你貢獻你的一點點你的所長 然後去市場上交易所有的東西 他不是這樣來接近市場 他基本上傳統方法是把市場的參與者切成兩段 你就有兩種人 一個是你是賣家 一個是你是買家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賣家跟買家 所以我們就來看買家怎麼想 賣家怎麼想 大概是這樣 這個叫做傳統的方法 所以接下去我們在期中考前 我們大概就循著這個角度 我們在幾個禮拜先談買家 之後再來談賣家 那我們來看說買家在市場上是怎麼想的 那賣家是怎麼想的 然後再看他們怎麼是交付作用 再看他們怎麼交付作用 那今天我們就給你們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overview 我們很快的把買家談一談 再很快的把賣家談一談 再很快的談他們之間的交付作用 那接下去我們就會更細緻的來談 買家怎麼想、賣家怎麼想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從市場中的參與者來談說 市場中的買家怎麼想、賣家怎麼想 首先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所以你要觀察你的key concern 你的最重要要觀察的變數是哪一個 在市場中裡面你pair的哪個變數 然後你再來談說 你怎麼去看賣家是怎麼去 他們的交付作用是怎麼去決定這兩個變數的變數 那你覺得在市場裡面 你最關心的兩個變數是什麼 價格 如果你以後在公司的話 你在做生意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說 你去定義的market insight 你要去培養出你對市場的觀點 重點是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價格的變動趨勢 所以價格是最重要的東西 價格 那第二個呢 數量 你東西賣不賣得出去 如果你要做生意 你就要想到這個事情 東西賣不賣得出去 你給定什麼價格之下 你東西賣不賣得出去 你去看那個股市節目 人家那些股市是在跟吹牛說 那個股市 大家今天在講什麼 價量指標 價量指標 對不對 所以價格跟數量 是一般來說在市場跟我們最關心的兩個變數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談 我們今天就來談說 買家 怎麼去看待 價格跟數量 或者說他們的行為怎麼決定出 買方這邊的價格跟數量的這個中間的變動 這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是怎麼 我們就形容化的來看 談這之前我先定義幾個名詞出來 價格這個不用定義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先定義對買家來說 對買家來說 我們談買家談需求的時候 那個價 數量的變數是什麼 我們談的是需求量 談的是需求量 那需求量是什麼意思呢 需求量是指說其他條件不變相 對應某價格 消費者願意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 願意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 願意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 這個叫做需求量 其他條件不變相 對應某一個價格 消費者願意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 那從這個需求量出來呢 我們就來談需求法則 需求法則你可以這樣理解 這個東西是經濟學家經過數百年的觀察 天天都去看市場 那大概發現有這樣的一個規律 這個有這樣的規律 這個對買家來說 價格跟需求量有這樣的規律 這個規律是什麼呢 在其他條件不變相 給定某一個價格 給定不同的價格 消費者願意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呢 他們的這個需求量呢 這個變數跟價格有反向的變動關係 有反向的變動關係 來 其他條件不變相 價格跟需求量有反向的變動關係 這個是需求法則 這個是經過數百年的觀察 數百年的觀察 大概可以累積出數百年的觀察 累積出這樣的一個規律出來 一個這樣的規律 其他條件不變相 給定不同的價格 消費者願意且能夠購買的數量 跟這些不同的價格之間 能是有反向的變動關係 只有反向的變動關係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是經過數百年來的觀察 所累積出來的一個規律 好 那我們拿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拿一個例子來說 拿一個例子來說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我們就用飯盤好了 飯盤 來 飯盤 哈媽星的飯盤 哈媽星的飯盤 來 飯盤 大家知道什麼是飯盤吧 飯盤 好 飯盤 來 哈媽星 這個地區叫哈媽星 哈媽星大家知道了 哈媽森 Area 這個同日文來的 在哈媽森 中山大局我們所屬在哈媽森有三間飯盤的攤子 三間飯盤的攤子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做 很多大業學生你可能還不知道 大以上也大概知道 那個隧道口出去 隧道口出去是這個什麼 林海路 林海路上面一條路有三間 一間在那個校門口旁邊 校門口旁邊 在那個停車場對面 然後你再繼續往東走 繼續往東走 走到那個 古山國鵬 古山國鵬旁邊也有一攤 那再繼續走 走到那個郵局對面 就是那個 那個 捷運出口郵局對面也有一攤 那個是上邊的包子 他什麼都有賣 他不會他裡面給我飯盤 我跟你說 上邊的包子的飯盤 你可能賣25塊錢 然後呢 那個 那個 隧道口那間的也賣25塊錢 他如果補商國鵬也賣20塊錢 這個是飯盤 好 想像 哈馬辛這邊 飯盤的市場 大概就是長這樣 飯盤的市場 飯盤的價格 P 你知道R是Rice Bowl Q呢 R也是Rice Bowl RQ也是Rice Bowl 你想像哈馬辛這邊的飯盤的市場 大概他們 價格跟數量是一個反向的變動關係 所以你可以去理解 今天他們那邊一顆飯盤 大概賣20到25塊 午餐國小那間賣20塊 是因為那間比較小 我這陣子都是吃那間 因為比較小 那個 大的那個呢 吃了以後你送午餐就不用吃了 那個25塊那間很大 那個像我們土鍋都很好吃 上面的包那間比較不好吃 不過因為他東西 種類非常多 所以還是很多人去那裡買 因為你可能要買別種東西 所以各有所長 好 飯盤大概均價是20到15 所以你可以理解 如果今天 這三間的飯盤的價格 全部都漲價了 那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數量會不會減少 會不會減少 可能會 可能不會 為什麼說可能不會 因為如果他們漲價 三明治也跟著漲價 那個單單漢堡 粥也跟著漲價 那可能就不會 這樣子 可是呢 你可以 想像說 如果今天這些飯盤的價格 全部漲價了 可是三明治 粥漢堡 這些價格 包括說 全家旁邊那間 漢堡 跟那個火雷蛋股吃 全部都沒有漲價 那飯盤的需求量 可能一定會減少 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數量 一定會減少 這個就是需求法的 價格跟數量的反向 變通關係 你們在實習課的時候 有學過數學 那個數學的 基本數學 對不對 有跟你們稍微講過 講過一些基本的概念 所以 這個反向變通關係呢 我們就可以用函數來表示它 我們就可以用函數來表示它 不清楚的話呢 如果你可以再回去 翻翻那個數學的獎勵 那前面就有講 這個概念非常簡單 你可能國角國動 或是都學過 可是我再跟你進行把它講清楚 價格跟需求量 有反向的變通關係 你知道當價格上漲的時候呢 如果其他條件不變 所以我說過 其他條件不變非常重要 你價格算成價格上漲了 如果三明治啊 粥啊 漢堡啊 全部都一起上漲了 很有可能大家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數量還是不變 可是 如果需求量 價格上漲了 其他的三明治漢堡 火腿蛋吐司 粥 這些東西價格都沒有變動的話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價格 價格上漲就會減少 這個需求量大概就會減少 所以從這個討論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你知道 決定需求量的因素呢 不會有這種價格 還包括其他因素 可是你知道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呢 這兩個是反向的變動關係 是反向的變動關係 那其他的條件呢 有哪些 譬如像說我剛剛講的 門口那間飯糰賣25塊 古山國小那間飯糰賣20塊 為什麼呢 因為 古山國小那間飯糰呢 比較小 再來這個就是什麼 飯糰的特性 飯糰的特性 還有類似的飯糰呢 在全家 全家也有在賣飯糰嘛 尼基里 這個三角形的日本飯糰 裡面什麼東西 就只有飯 然後呢 就沒有了 就是一點點的 一點點的碎肉嘛 對不對 古山國小的跟 隧道門口那個飯糰裡面 包很多東西 裡面有 有油條 有肉 還有菜脯 然後可能有時候還有肉鬆 等等的之類的 一大堆東西在裡面 當然最好我設置也沒掉了 非常不健康 像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飯糰的特性 飯糰的特性 所以你知道飯糰的特性 會影響你的需求量 對不對 影響你院前能夠購買的 數量 啊那個 全家的那個 鬼祭里 那個三角形飯糰 為什麼 裡面只有一點點東西 可是為什麼還對我能夠去買 因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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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 除了飯糰的特性以外呢 當然還有一些 像什麼 商店的距離 這個我沒有把它寫下來 我沒有把它寫下來 商店的距離 要寫也可以距離 商店的距離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影響消費者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數量呢 其實 有非常多的因素 非常多的因素 飯糰的特性 然後呢 我剛剛還露講的 替代產品 替代產品的價格 對不對 你買飯糰是為什麼 早餐 對不對 早餐 那你早餐可以吃什麼 你可以吃飯糰 你可以吃漢糰 你可以吃三明治 還可以吃 單大漢糰的那個廣東粥 單大漢糰 一早就有在賣 廣東粥 那這些東西的價格呢 一樣會影響你 對飯糰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數量 對不對 還有我剛剛說 電價距離 那經濟學家呢 通常會說 所得 因為所得是重量的因素 所得的價格 是說這一代的人 一般來講的所得 一般來講的所得 對飯糰來說呢 影響可能不大 影響可能還好 可是你可以去理解 譬如像說 麥當勞的漢堡 如果一般來說 大家普遍的所得都上場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就會跑去買漢堡 可能很多人就會去買漢堡 對不對 那 譬如像說 那個 泡麵這種東西 如果大家都是窮大學生的時候 可能你午餐晚 你可能晚餐就會吃泡麵解決 可是趕到你開始 一般大多數的人 都開始變有錢的時候 泡麵的需求可能會減少 因為大家可能就開始 我不要去吃泡麵 我寧願跑去香園吃牛肉麵 我寧願跑去香園吃牛肉麵 大家知道香園在哪裡嗎 香園 在那個粉紅屋 那個粉紅屋那邊進去 很多 二三年級以後 你們就會少這些片 香園 香園的牛肉麵 我覺得還好啦 不過水餃還不錯吃 所以還不錯 Anyway 你可以去測測看 所以 因抗 因抗 也是重要的因柱 那還有什麼呢 威著啊 天氣啊 天氣也是重要的 為什麼 我剛剛講的那個三灘 都是要跑去外面吃 對不對 如果你想想看 這個月呢 普遍下雨天數比較多的時候呢 那需求量會不會影響 會 會影響到大家願意錢 能夠購買的塑料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跑去外面 騎車跑去外面吃 如果這個月下雨天比較多的話 那這三灘的生意自然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 需求量 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其實受到非常非常多因素的影響 不過呢 就像是我們在數學 那個十一科裡面的數學 獎益跟大家講的那個樣子 我們現在最關心的是 Q跟P這兩個變數 所以呢 我們就把其他因素呢 都放到一邊去 放到一邊去 然後你知道 因為我們人是有限的 沒有辦法理解多維的空間 對不對 三維 三維以上 四維五維 大概就沒有辦法理解了 所以我就把其他因素呢 放到一邊去 然後我純粹把P跟Q這兩種的關係 給把它 寫下來 然後呢 當我把P跟Q的這個關係 用一個負的斜率的線來取代 表示的時候 表示什麼意思呢 表示說 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P跟Q是負斜率的關係 P跟Q是負斜率的關係 所以我們數學課呢 那時候跟大家講函數呢 其實是有道理 因為我們要講這個事情 那我相信各位在高中的時候 公平課本大概也都有學過這個東西啦 都有學過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說其他因素變動的情況 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呢 你會怎麼樣影響到這條線 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會怎麼影響到這條線 會平移啦 either y ither 内移 either y ither 内移 所以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需求線呢 要嘛 外移 要嘛 內移 那我們在數學 茨奇科的時候的數學講案裡面有談到 對不對 我們怎麼樣把一個多維的 多維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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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變數影響的 有很多變數的那個函數的關係 放在個2D的圖上面 我們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對不對 我們在數學課 茨奇科的時候的數學講案裡面有講 我們怎麼去把多維的一個關係 用一個2D的圖來表示 我們只要最重要關心的兩個變數就可以了 然後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在這上面畫很多其他的線 表示什麼呢 當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呢 會怎麼樣影響到這樣的關係 會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們在高中的 有什麼社會課本的 那個社會科學課本的時候呢 大概都有談過這個東西 我大概都有談過這個東西 需求量變動跟需求變動 那我在重複這個是數語上的一個運用 通常講需求量變動 講的是說呢 根據價格的變動 根據價格的變動 比如像價格從 A變成B的時候呢 導致需求量在這個線上面的移動 那通常講需求變動呢 講的是整個需求線的這個平移 整個需求線的平移 你這個數以上要注意 再重複一次 通常談需求變動的時候呢 講的是需求線的平移 需求線的平移 水平外移 外移或內移 這個來自於其他因素的變動 那需求量的變動呢 通常我們討論這個事情 最好講的是 因為價格的變動呢 導致 這個需求量 交易肺炎以前能夠購買的這個數量 在線上的這個移動 在線上的這個移動 所以需求法則呢 談的就是說 當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呢 價格跟消費整線 以前能夠購買的數量呢 有反向的變動關係 那我說這個東西呢 是經濟學家呢 根據數百年來的觀察 所得到的一個這個規律 所得到的一個這個規律 那你怎麼樣來理解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你可以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這個東西 你可以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們在之後呢 上課會陸續講這個事情 會陸續來講這個事情 可是你可以很 你可以大概這樣粗糙的來理解它 它大概就是說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需求法則 價格跟需求量之間的反向變動關係 它大概就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這件事情是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你可以去理解 對個人來說 比如說你做一件事情的成本上升的時候 你是不是做這件事情的意願就會下降 對不對 如果做這件事情的成本降低的時候呢 你做這件事情的意願是不是就會增加 所以差不多就是這樣 你買一個東西 你要消費一件事情 你要買一個飯糰 消費這個飯糰 如果消費這個飯糰的成本上升的時候呢 那你消費這個飯糰的意願是不是就會下降 所以這個就是需求法則 這個大概就是需求法則 就是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你也可以從市場的角度來理解 市場的角度來理解 什麼意思 就是舉例來說 我現在談一樣是談飯糰 一樣是談飯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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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去理解 假設說呢 這個飯糰的價格呢 如果今天是100塊 那你去看說每天購買的人數 每天購買的人數 如果今天飯糰是100塊 你可以去想像 要買飯糰是會多還是少 非常非常地少 非常非常地少 你可能就剩下 一兩個這個很奇怪的人 譬如說他今天一定要吃到飯 他不吃到飯 他心裡不甘心 即便飯糰變成100塊 他還是要去買 這個會有很多這種人嗎 大概不多 一兩個 大概就是這一兩個 神經病 一兩個神經病 如果每天價格變成100塊 他們還要去買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理解啊 如果今天價格變成50塊的時候呢 本來要買這兩個人 會不會還要去買 會嘛 他們已經是那個非常奇怪 一定要吃到飯 不吃到飯 今天全身就會非常不舒服 這樣懂 他們還會去買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可以去理解 當飯糰變成50塊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新的人會來要買 對不對 你一定又會拉到一些人 他們可能對飯糰 想要吃飯糰 可是優因沒有那麼強 可是呢 也夠強了 這50塊的時候 他還是會願意吃 比如像說 是那些 外國人 來台灣的外國人 然後當成 明天就要回 回他們國家 那他們從來沒有吃過飯糰 他覺得一定要常常看 飯糰50塊 這個等於一塊多美金 他對他來說非常便宜 總是會存在這些人 本來要買這兩個神經病 他還是會去買 可是你知道 你還會 降到50塊的時候 你還會多吸引一些人 他可能吸引到 比方便宜18個人 所以你就會變成20個人 那也可以再繼續理解 如果今天的價格變成是25塊 本來這20個人會不會買 當然會 他們還是會去買 那你可不可以吸引到新的人來 當然有可能變成25塊的時候 哇 可能正常人就會來買 假設是130個人好了 所以呢 有150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當價格很高的時候 整個社會 可能就只有一兩個神經病 會去買那個東西 可是隨著價格下跌的時候 那一兩個神經病還是會去買 可是隨著價格下跌的時候 你會吸引到更多的人 來買那個東西 那你就看到什麼 價格跟需求量的反向變成關係 所以這個是從整個市場的角度來理解 整個市場的角度來理解 所以你可以從個人角度來看 做一件事情成本上升的時候呢 那你當然做的事情 做的意願就變少了 對不對 成本下跌的時候呢 你當然做的意願就變多 或是從整個市場的角度來講 那就是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需求法則 我做的是經濟學家 經過數百年來的觀察 那有沒有反例 有沒有可能有一種 有些商品是違反這個東西的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有沒有可能有反例 1899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叫Vebrant 他就提出了 提出了可能是反例的東西 可能是反例的東西 Vebrant 可能是反例的東西 1899年Vebrant 這個1899年的時候呢 一個叫韋伯倫的人 韋伯倫的人呢 提出了這個東西Vebrant 什麼是Vebrant Vebrant 就是炫耀性物品 然後說文範炫耀性物品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呢 我說為什麼會有需求法則 需求法則從個人的角度來說 是價格上升的時候呢 表示說什麼 你做這件事情的成本上升 那做這件事情的成本上升呢 你自然做這件事情的意願就會下跌 可是有些產品 是這件事情的成本上升的時候呢 你做這件事情的意願 你可能會有意願增加的這個 你可能會有意願增加的這個動力在裡面 哪些東西呢 舉例來說 有個產品 有個品牌 有個品牌 那個品牌叫這個 可能有人聽過 可能有人沒聽過 這個東西叫做 有兩種品牌 我隨便列舉兩個 一個叫這個 Shommel 一個叫做 G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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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聽過 有人沒聽過 來Shommel Shommel會賣什麼 賣包包嗎 為什麼艾瑪士之類的包包 來 Shommel的包包你覺得它有什麼特性 它的特性由是什麼 Shommel的包包有什麼特性 Shommel的包包一個都賣很貴 五萬十萬 愛瑪士的包包也算 五萬十萬的奧克很貴 那它有什麼特性 它賣那麼貴它有什麼特性 請問 它賣那麼高 它有什麼 有用的地方嗎 你看它有沒有防水 Shommel的包包會不會防水 不防水 它有什麼高科技的功能在裡面 可以讓你什麼 突然包包回來變得很小的 然後 可以一直塞東西 都裝不滿 像小鈴鐺那個袋子 它有這種特性嗎 沒有 然後它可以裡面裝磚頭 很重的東西 然後不會壞掉嗎 不會 它可以carry 很重的東西嗎 沒有 對不對 然後它可以拿來就是說 你拿來亂摔亂打人 然後它不會壞掉嗎 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小鈴鐺包括它賣那麼貴 它有什麼特性 它也沒有防水 防潮 可以裝很多東西 也沒有裝很重的東西 也沒有兼顧耐用 也沒有 漂亮嗎 其實醜的要命 對不對 要命 要命 那個五萬十萬 你還不如去買藝術品 對啊 你還不如去買藝術品 所以它有什麼特性 它有什麼特性 剛剛同年有講到 炫富 或是更精準的說法 這個叫做license 我都說這個叫license 什麼license 什麼license呢 就是說 跟你說 這個是跟人家說 我是有錢人 所以就像是 你要去開車 你要有執照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像license 跟人家說 我是有錢人的 這個license 就是像執照一樣 或是說 像是一個證明 證明你是有錢人 證明你是有錢人 所以它主要的特性是在這裡 它主要的特性是在 小鈴鐺包包 不然你看小鈴鐺 坦白說你有五萬十萬 如果要表示自己很有品味的話 你還不去買藝術品 對不對 買藝術品的話 藝術品它有個特性 是一百個五年 它價格不會減少 如果你今天買到對的人 搞不好五年以後 本來五萬的 五萬你去買藝術品 買誰的話 搞不好這家伙 十年二十年以後 突然有名 那五萬就變成比方向一百萬 對 你就比方向一百萬 或是說你去買一些 林家的書法作品 我們家就有一些 一些書法作品 然後 比如說我們家有余宥任的作品 那這個是他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還在公余閒俠在那邊亂店毛米的時候 那反正有認識 然後就跟他說 長輩有認識 就跟他說 要不然你既然有寫 那給我米服 他有人闖壞給你 對不對 結果沒騰到幾年 然後現在 那一幅畫可能要上百萬 一鐵可能要上百萬 像這種東西這樣 你有五萬十萬 那你去買 你當然去買藝術品 你買這個小鈴鐺包包幹嘛 對不對 小鈴鐺包包他的特定是五年以後 價值就減半 不只減半 可能放九五年以後就發霉 然後發霉就變零塊錢 對不對 所以他有什麼很強的特定 沒有 他為了特定是什麼 他給他最重要的特定 這個叫做license 對不對 就是跟人家講你是有錢人 所以他如果跟人家講你是有錢人 他就會有什麼呢 他就會有一個 當他價格上漲的時候呢 那個license就變得更有價錢 對他就變得更有價錢 所以他就變成是 對購買的人他就有一個衝突在裡面 也就是說 小鈴鐺包包包如果從五萬變成十萬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OK 我為什麼要買這個 就知道跟人家講 跟天下糟告我是有錢人 如果他本來是五萬塊 糟告有錢人的價值沒那麼好 變成十萬塊的時候 我把糟告跟天下糟告我是有錢人的價值就上升 所以雖然你在買的時候呢 做這件事情的成本會上升 可是相對來說呢 做這件事情的價值也會上升 所以就面臨了兩種動物 所以你就知道 總是整個社會會有一些GY人 那些GY人他就有種特性 小鈴鐺包包價格上 他就更願意去買 那對有些車子像什麼 那個那個三隻叉子的 有個三隻叉子 像這一炒車 我們給他一個電動版 怕華洛迪亞 怕華洛迪是科技科技 馬沙拉提 OK馬沙拉提 叫做雙子 馬沙拉提 那像這種三隻叉子的這個跑車 你看人家看在台灣 這個跑車它有什麼作用嗎 沒有作用嗎 台灣的道路是平等開 開開可能都會壞掉 對不對 維護費也很高 它作用在哪裡 就是它就是license 跟人家講國是有錢人 所以它價格更上漲的時候呢 對這些人來說呢 它共能就有機會 所以它可能是 可能是我不是說一定 我說這種產品呢 在這些產品它可能是這種 在這些GY人來說 價格上升的時候呢 他們想要炫耀的誘因呢 高過於他們做這件事情的成分 所以它可能會 價格上升它可能會買更多 可是我要跟你強調是說 畢竟整個社會GY人沒有那麼多啦 所以這種產品是不是在整個 on average來說在市場中 它呈現出價格上升的時候 需求量增長的這個特性 目前證據上是比較難漲 證據上比較 因為你知道 總是你身邊會有這種GY人 這種GY人 就是價格上升 他可能更不優去買這個東西 可是你知道說 大多數人不是GY人 大多數人不是GY人 可能買雙內爾包包機外的人比較多 所以可能我們讓他們呈現這種特性 可是可能還是有很多人 他只是把他當成包包在哪 他只是把他當成包包在哪 那他當然他就是 他就不見得呈現這種正向關係的特性 所以on average來說 到底整個市場上 被雙內爾包包在突擊 包包在艾瑪斯的包包 他們是不是那個反例 現在還中多分 不過你知道對某些這些人來說 他們確實是價格更高的時候 他們公開的素額會增加 所以這個是 需求法則的一個反例 需求法則的一個反例 可能的反例 可能的反例 有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知道雙內爾包包 或伏擊包包 他的作用主要是炫富的話 這個你做生意 你要從這個角度貼入 當然如果你被騙的話 那就你自己蒸 那就你自己蒸 不過當然有人會有這種license的需求 他就是想要跟天下糟糕 我是有錢人 他就會去買這個東西 就會去買這個東西 不過我跟你說 真的有錢人是不喜歡跟人家糟糕 你是有錢人的 我真的有錢人不喜歡 都是假有錢才會有這個需求 對不對 為什麼真有錢人會不喜歡 因為 會讓你進入更大的風險裡面 讓人家知道你是有錢人 就會有各種借錢的人 各種偷竊搶結就會很懶 對不對 假有錢人他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會想說 我要跟人家講的是什麼錢人 要跟人家講的是有錢人 所以通常是哪些人才會買這種包包 就是小頭 情婦這些人 所以這個是需求 這個是需求 有沒有問題 OK啦 因為時間不大夠 所以我們就接著繼續來講供給 我們就繼續來講供給 為什麼需求法則會是這個複邪律的呢 更細緻的 我們會在下個禮拜跟下下禮拜 我們會開始陸陸續續來講這些東西 應該不是下禮拜 下下禮拜我們會開始來講這些東西 不過基本上就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我們就現在來談 那個賣方 供給 賣方 一樣 當我們談到供給的時候 我們也先定義出 那個兩個蹭出來 我先定義出那個蹭出來 我們說我們現在談市場 我們關心的是價格跟數量 對需求來說 那個需求的這個數量 就是 那個 對買方來說 他們的量就是需求量 對賣方來說 他們的量就叫做供給量 供給量 供給量是什麼意思呢 我把它很快的把它寫下來 很快把它寫下來 我來講的是呢 其他條件不變相 其他條件不變相 不變相 對於某個價格 對於某一個價格 對於某價格 生產者 願意且能夠供應的商品數量 願意且能夠供應的商品數量 所以相對來 同樣的我們也會有一個攻擊把折出來 然後是攻擊線 供給法律 一樣是來講說其他條件不變相 其他條件不變相 這個價格跟供給量有正向的變容關係 價格和供給量 正向變動關係 所以一樣喔 影響供給量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關心的是價格跟數量之間的關係 所以一樣可以這樣處理需求的方法 純粹只談價格跟供給量的關係 然後把其他因素全部都拿到一邊去 那我現在一樣用飯糰當例子 所以R指的是Rice Bowl 我指的是飯糰 所以一樣可以寫一個 這個S 我剛剛這邊講的是DR 飯糰的需求量 這邊是飯糰的供給量 一樣可以用一個函數來表示它 我現在用一個S的這個函數 然後我們一樣把其他因素擺在一邊去 擺在一邊去 那這個呢 也是經濟學家經過幾百年的觀察 差不多發現說 在很多地方上呢 這個 價格呢 跟這個供給量呢 是有個正向的變動關係 有個正向的變動關係 正向的變動關係 當其他條件不變相 所以來這邊要強調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呢 這個有正向的變動關係 其他條件不變相 有正向的變動關係 然後這個呢 是我們把這個關係呢 用在2D的圖上面表示出來 我們在實習課有時候有個講座嘛 對不對 決定供應量的呢 決定供給量的因素 有非常非常的多 決定供給量的因素 非常非常的多 不過我們現在只關心 價格跟供給量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用 在2D的圖 呈現的時候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把 所有其他因素都擺到一邊去 然後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而我們當說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說 這個供給量呢 跟價格呢 是有一個正向的變動關係 有一個正向的變動關係 那這個呢 也是經濟學家 在經過數百年的觀察 所以累積出來的看法 所以累積出來的看法 OK啦 OK啦 那其他因素有哪些呢 我們剛剛寫了一堆其他因素 在需求量的時候 我們寫了一堆其他因素 一樣在這邊 我們也可以寫一堆其他因素下來 其他因素下來 譬如像說呢 那個 飯糰的特性呢 還是一樣會影響到 一樣影響到這個 一樣影響到你的供給量 對不對 你飯糰要做的大還是做的小 那這個一樣會影響到 影響到說你給定一個價格的時候 你願意供應的數量 對不對 如果飯糰價格是25的時候呢 你可能 飯糰做的大 那你就不要供應太多 如果25塊的時候呢 然後如果飯糰你做的小 你可能就會願意供應比較多的 像這種東西 那可能飯糰裡面的 有沒有加蛋呢 有沒有加肉 有沒有加油條 如果飯糰一個是25塊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加一點油條 加一點 你只有一點油條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供應比較多 那一樣的 如果是飯糰25塊 你加很多油條到 你就供應應該不會太多 像這種東西 飯糰的特性 一樣會決定你願意供應的數量 你要做哪一種 多大多小 多高品質低品質的飯糰 都會決定你的供應的數量 然後呢 其他因素它是什麼 你飯糰裡面有包蛋啊 所以蛋的價格會影響 你飯糰裡面有包肉啊 肉的價格也會影響 肉的價格也會影響 對不對 然後經濟學家呢 在談供給的時候呢 會談另外談兩個 最重要的其他因素 一個是什麼 薪資 你飯糰是什麼 你飯糰是什麼 你飯糰是要請人來包的嘛 所以會談薪資 那另外一個呢 經濟學家在談供給的時候 會談一個很重要的其他因素 叫做利率 intrast rate W是位置 R是intrast rate 利率 為什麼利率會影響到 因為做生意都是要借錢 做生意多少都是要借錢 當然你可以用自有資本來做 但是很多都做生意是要借錢 你都知道做生意要借錢 要運用槓桿才可以做到 要借錢 那要借錢的話呢 利率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借錢利率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利率 利率是重要的其他因素 重要的其他因素 所以跟剛剛的討論一樣 跟剛剛的討論一樣 我們說呢 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呢 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呢 我們說 QR跟PR有正向的變動關係 那如果其他因素變動的情況下呢 會怎麼樣去影響這個供給線 跟剛剛一樣 我們說我們是在2D的圖上面 表現這個很複雜的變數之間的關係 在如果說其他因素變動的情況下呢 我們講的就是呢 會變動整條線 我們講說會拉動整條線 這個叫做其他因素的變動 其他因素的變動 那叫做其他因素的變動 其他因素變動之後呢 我們就會拉動整條線 那剛剛我講的 兩個專有名詞嘛 對不對我們剛剛講的 需求量的變動 跟需求的變動 同樣在這裡也是 我們當其他因素變動 所導致的供給線的變動的時候 我們會說這個叫做供給變動 我們說這個會叫做供給變動 供給變動 然後呢 我們同樣的 我們也會講供給量的變動 供給量的變動呢 一樣啦 是在說 當我價格變動的時候呢 比如像說我的價格 從PRA變到PRB的時候呢 你願意潛能夠供給的數量呢 我們增多了 變多了 我們說這個叫做供給量的變動 我們說這個叫做供給量的變動 供給量的變動 供給量的變動 這邊用黑色的品牌 才會跟這裡混在一起 我們說這個叫做供給量的變動 那怎麼來理解 在賣包這邊價格跟供給量的正向的變動關係 我們怎麼來理解這個事情呢 一樣可以從兩個方法 一個是從廠商的決策行為來理解 這個東西之後會來談 我們談完買方的內部誘因 談說為什麼這反向跟這種關係之後 之後會再來談這個廠商的決策行為 我們會來談為什麼這個會是正向的 可是你現在可以很粗糙這樣來理解 非常簡單來理解 大概是這個樣子 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想像你今天是個賣飯糰的店家 你是個賣飯糰的店家 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比如說工資不變 利率不變 肉的價格 蛋的價格 這些價格都不變 然後你是賣飯糰的店家 然後想像說你現在在攤位裡面 你同時賣飯跟掛包 然後這個隧道口門口那間 那間他就有同時在賣飯糰跟掛包 他飯糰是25塊錢 他掛包是30塊錢 他的飯糰吃了 大概午餐就不用吃了 可是肚子有時候會消化 他掛包不會有這個問題 掛包不會有這個問題 想像你現在是那間店的老闆 那其他條件都不變 蛋的價格 肉的價格 薪資等等都不變 今天呢 如果飯糰的價格變高了 比如像本來一顆大家都賣25 現在呢 大家都賣30 那你會不會想說 我多賣點飯糰 不要賣掛包 你會這樣想 對不對 你會這樣想 那當然你會 你開始會想說 你要多賣飯糰 不賣掛包 這樣也不是你老闆決定 你知道看買家有沒有要買 看這個人來決定 來 等一下我們就會進到這個問題 我們就會進到這個問題 你先不要想他銷路 銷路是看買家跟賣家怎麼互動來決定 你先不要講他 看他銷路 你看他說 純粹對他來說 如果今天一顆飯糰賣到30塊 我不要講30塊 講35塊 賣到35塊 就他個人來說 他會不會希望多賣飯糰少賣掛包 會嗎 對不對 那如果飯糰今天價格變得比較不好 變成是20塊 那他會不會想說要多賣掛包少賣飯糰 會嗎 他會想說多賣掛包少賣飯糰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事情 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掛包一顆賣30塊 肉的價格 蛋的價格等等東西 賣的時候都一樣的時候 如果飯糰的價格增長 那你對為生產者來說 你當然會希望多賣飯糰 同樣的飯糰的價格下跌的時候 你作為生產商來說 你當然會希望把資源移到去賣掛包 所以這個就是供給量 跟價格的正向變動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供給 這個就是供給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需求跟供給 我想你們在高中的時候的 那個公民課 還是什麼社會科學的課 都有考過的 這個東西大概都有點概念 大家都有點概念 OK啦 OK啦 好 所以我們就來 就來談 就來談說 剛剛我留下來的一個問題 我說如果你是飯糰的那個 歐巴桑 那個阿桑 你說你現在在賣飯糰 你說當飯糰的價格變高的時候呢 那的話我當然是希望能夠多賣點飯糰 然後掛包就少賣一點比較好 可是你會跟我說 如果很像你去買飯糰或買掛包的時候呢 這個很像不是阿桑能夠決定的對不對 他如果飯糰一個賣到35% 他大概希望多賣飯糰的 他不要 不要賣那麼多掛包 可是那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就是說是看有沒有人要買 是買家在決定的嘛 對不對 看有沒有人要買 那就會牽涉到我們在講 所謂的市場均等這件事情 買家跟賣家之間的互動 買家跟賣家之間的互動 喔 喔 喔 bei 阿 至於 阿 哦 阿 是啊 啊 市場均衡買家跟賣家之間的互動 買家跟賣家之間的互動 我們剛剛說這個我們一樣是用飯團當例子啦 我們一樣用飯團當例子 我們剛剛說什麼叫做需求 需求法則呢或需求限的講的是 其他條件不變下價格和需求量之間的反向變動關係 那什麼是需求量 就是給定在某一個價格的時候呢 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可是有個東西我還沒有講完喔 需求量是什麼 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可是這不代表說他想要買他一定買得到 這不見得可是他想要買他一定買得到 你還要看賣家怎麼想 那同樣的供給量我們剛剛也說 什麼叫做供給量 其他責任不變成的情況下 那對某個價格廠商願意錢能夠賣出的數量 就像我剛剛講他上35塊錢的時候 他當然需要賣掉的 可是他能不能順利的賣掉什麼 不知道你要看買家 所以我們就要看這間的互動 所以我們現在說需求限是什麼呢 需求限講的是消費者當給定人 當價格呢他買這個東西的價格降低的時候呢 他願意買得更多 他價格上漲的時候他就不想買那麼多 可是呢他能不能真的買得到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說 譬如說價格在 舉例來說販團 價格在30塊的時候呢 他可能不想買那麼多 不想買那麼多 我舉個例來講 整個市場來說 當價格是30塊的時候呢 整個消費者 整個哈馬辛這邊的市場 對販團的需求量 可能大家願意購買的呢 就是1200顆 每天買1200顆 是不是真的能夠買得到 不知道 要看廠商怎麼想 然後呢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今天價格 販團價格變成是15塊錢的時候呢 那大家當然是瘋狂的 要來買這個販團 然後變得好便宜 大家都要來買早餐 一定要去吃販團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想到說 整個市場的需求量呢 大家願意錢能夠購買 數量是1800 可是是不是真的買得到 不知道 要看賣家怎麼想 所以一樣的 我們也可以 畫另外一條線出來 故意不要讓這個線 跟他交點交到 因為他不必然是交在一起的 然後 一樣你要看 這個是販團的販團的賣家 販團的賣家 販團的賣家一樣啊 你可以看到說 他想的是什麼 給定不同的價格 他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假設今天販團一顆賣到15塊 買家非常高興 哇 很便宜 本來吃三零製的 我也要來買飯糰 本來是我的蛋糊 所以我要來買飯糰 變便宜了 學生全部都跑來買 可是呢 15塊的時候呢 賣家就不願意賣 這個東西太便宜了 你可能想說 他裡面多賣一點 哇 好 他不願意賣那麼多飯糰 他不願意賣那麼多飯糰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他現在呢 如果飯糰一顆賣15塊的時候 他可能只願意賣1400塊 他可能只願意賣1400塊 他可能只願意賣1400塊出去 他可能只 沒有 他不想賣那麼多 他可能不想賣那麼多 所以你就看到什麼呢 你就會看到說 在這個情況下給定15塊的時候呢 在這個情況下 要買的人 有1800塊的人 可是呢 只有1400塊要賣出去 只有1400塊要賣出去 所以就會有一個現象 叫什麼現象呢 我們說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所謂的超額需求 超額需求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買家跟賣家之間的意願呢 都不容 都不容 飯糰一顆15塊的時候呢 飯糰一顆15塊的時候呢 大家願意錢能夠購買 來數量 大家都要來買蜂擁而至 可是呢 店家說這個東西太便宜了 我不想賣那麼多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什麼 超額 超額需求出來 大概就是兩邊的意願 大家都不容 兩邊的意願大家都不容 所以同樣的 如果一顆飯糰賣30元的時候呢 一樣會有這個現象嗎 對不對 一樣會有這個現象呢 你可以去想想看 一顆賣到30塊的時候呢 賣飯糰的阿桑說 哇太好了 我想要多賣一點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 飯糰如果一顆賣到30塊之後 他可能想說 我希望能夠多賣一點 哇 飯糰不要賣那麼多掛包 不要賣那麼多掛包 所以他可能想說呢 他想要多賣一點 這三間廠商呢 就三個餐子呢 都覺得說 好我要多賣一點 所以攪在整個市場的供應量 變得是1750 可是呢 因為飯糰變很貴 所以很多人呢 就轉去買什麼 轉去買三明治買漢堡 去單張漢堡買廣東粥嘛 單張漢堡賣廣東粥啦 那漢堡等一下 早上除了賣廣東粥以外 還有賣什麼 還有賣 火腿蛋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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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腿蛋糰吃什麼好吃啊 他搭 他可能全家旁邊那些可能比較好 可能全家那些輸入比較慢 全家旁邊那些動作比較慢 所以可能要排隊 可能要排隊 不過比較好吃 Anyway 如果飯糰一顆賣30塊的時候呢 你就想想看整個市場上要吃的人 就沒有那麼多 可是商家呢 就想要賣 這個東西好賺 我當然想要多賣一點 所以這時候會發生什麼現象 一樣啊 買賣雙方的意願 大家都不容 大家都不容 想要賣的人 想要賣的人 想說我要賣度多顆 可是呢 想要買的人 沒有那麼多的意願 想要賣度多顆 所以大家意願都不容 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說這個有什麼 這個就會有超額的供給 這個就有超額的供給出來 這時候呢 就有超額的供給出來 超額的供給出來 超額的供給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有什麼問題 當買賣雙方的意願 我們說需求線呢 講的是給定不同的價格之下呢 這個消費者願意錢能夠購買的數量 有正常的變動關係 所以在不同的價格之下呢 買賣雙方的意願 不見得是兜的龍的 不見得是兜的龍嗎 你想要多賣這麼多顆 比如我想要賣到1750顆 可是整個市場上 只有1200顆的容量啊 只有1200顆的人 約來買啊 對不對 如果市場便宜的時候呢 一堆人就想要來買啊 一堆人就想要來買啊 可是呢 賣家呢 就是說我只願供一切四百顆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不容 都不容的時候怎麼辦 你可以去想像嘛 如果你是賣家 你今天有一堆東西賣不出去 那怎麼辦 你會降價求售嗎 對不對 你會降價求售 對不對 你會降價求售 所以我們說呢 超額供給的情況下呢 有超額供給的情況下呢 廠商會有降價求售的動力 他就會大家互相來砍價 想像這邊走三家飯堂 對不對 一天賣二十五一天賣二十 另外兩天賣二十五一天賣二十 那如果今天呢 他們全部都漲價漲價到三十 結果呢 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怎麼辦 就會互相砍價 對不對 就會互相砍價 那個大家三餐如果全部都賣三十 結果有一些飯堂賣不出去 就會有的話 今天賣不出去開始出清存貨 對不對 就會開始砍價 就會開始砍價 所以你就看到有超額供給的時候呢 價格就會有 價格 大家就會砍價 然後價格就會有下降的這個現象 那如果碰到超額需求的時候呢 超額需求的時候呢 為什麼怎麼辦 碰到超額需求的時候呢 一堆人都想要來買半盤 可是我看能工商不願供那麼多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現象 第一個當然是大牌長龍嘛 對不對 大牌長龍 那如果店家你看到一堆人要拿我的東西 大牌長龍 你會不會想說 那我就偷漲價 怎麼樣 當然會偷漲價 因為大牌長龍的時候呢 還會出現一個現象 叫做會有人幫忙代買 對不對 那代買呢 為什麼你要幫人家代買 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啊 對不對 如果一顆飯都賣15塊 可能你買兩隻飯 你就會委託工具人幫你去代 對不對 那工具人的話 工具人幫你買 是不是警報物幫你買 不會 工具人警報幫你買 當然你要給他一些好處 比如這樣跟他 跟他講兩句話 跟工具人多講兩句話 那就多給他好處 那可能男生沒有辦法有工具人 你就知道多給人家五塊錢 給人家多塊五 多給人家五塊錢 女生可能就是 好吧 請工具人幫你買 那就多跟他講兩句話 兩句話只一塊錢 差不多這個意思 所以你是飯團的賣家 你看到這個現象 你會不會漲價 會啊 你就會說 既然有工具人幫忙買 那他們拿20塊 他們賣15塊 可能是賣給人家20塊 表示說那個人拿20塊 他也願意買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我就不敢再找他20塊 因為有20塊願意買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你碰到超好需求之後 你就會看到店家 會偷偷漲價 對不對 你會偷漲價那麼多 你要來把賣東西 表示你不用怕賣不完 那不用怕賣不完 那你為什麼不漲價 當然會漲價 所以超額 有超額需求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價格會有上漲的 上漲的情況 所以當有超額供給跟有超額需求的時候呢 整個市場價格呢 我們想像說他價格會快速下降 有超額供給的時候 有超額需求的時候 價格會快速上漲 那什麼時候不會動 買賣雙方都兜龍的時候 那我們說這個就叫做市場 買賣雙方都兜龍的時候 買賣雙方都兜龍的時候 稅到狗帥這個範園 多年來就都是25塊錢 那不大會變動 不大會變動 然後呢 古商國小 旁邊那間呢 他就是20塊 可是他比較小 他就是比較小 可是也是多年來都沒有變動 那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市場均衡 這個就是市場均衡 所以 在這個地方 他們大概商家已經很清楚 這個價格定下去 每天我大概這個價錢都可以賣得完 我也覺得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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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覺得OK 那我就假設一個 這邊有個均衡的數量 我說這個叫1500好了 我們通常用QSTAR來整個 表示他 QRSTAR 就表示是市場均衡 這個用PRSTAR來表示他 表示是市場均衡價值 所以 當在市場均衡的時候 買賣雙方的意願都兜龍的時候 你願意賣的東西 跟你願意買的那個數量 都達到了平衡 這時候 沒有超的供給 也沒有超的需求 那這時候 買賣雙方就達到平衡 這個我們就叫他 叫做市場均衡 Market Peripherate Market Peripherate 我們就說 這個叫做市場均衡 我們說這個叫做市場均衡 均衡的這個概念 是我們經濟學 從自然科學裡面借來的 他講的是說 在一個系統裡面 所有 互相競爭的影響力 大家都達到了平衡 Balance 所以在這裡面 你其實也看到 買家跟賣家 在市場均衡的時候 雙方之間的影響力 互相達到平衡 你買家所想要買的數量 願意賺能夠購買的數量 跟賣家願意賺能夠賣出去的數量 達到了平衡 力量達到了相衡 所以在這個時候 均衡的設計是什麼 如果沒有其他外力來干擾的時候 那個相關的變數 價格跟數量沒有變數 就不會再改變下去 就不會再改變下去 這個就是均衡的特性 這個就是均衡的特性 所以在均衡的時候 如果沒有其他外部的影響進來 你就會看到那個價格跟數量 就會一直維持下去 現在這個就是阿瑪辛這邊 販盤的市場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價格25萬 歐幾年都是這個樣子 沒有任何歪來影響 然後這些賣的阿桑呢 也都知道 每天我可以賣出去的樣子 他也滿足這個數字 所以他也覺得 他不想多賣 也不想少賣 他也不想漲價 他就是這個樣子 那買的人也固定都是這個樣子 25萬OK 我就是固定都是這樣 已經很多年都是這個樣子 很多年都這樣 他就會調整 那肉的價格上漲 蛋的價格上漲 這是什麼東西 其他因素的變動 其他因素的變動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談 當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會怎麼樣影響到市場均衡 會怎麼樣影響到市場均衡 其他因素的變動的時候 我們剛剛前面有說 其他因素變動的情況下 你會怎麼樣影響到 你的供給線跟需求線 供給線跟需求線 會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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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供給線跟需求線會平移 會平移 平移 所以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市場均衡也會跟著變動 市場均衡也會跟著變動 其他因素變動 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市場均衡也會變動 市場均衡的定義就是我剛剛講的 當沒有外負的影響來的時候 市場均衡它就會一直維繫下去 因為所有各方的影響都達到了平衡 既然達到平衡 你就沒有理由說它會繼續變動 可是有些時候你看到市場均衡的價格變動 均衡就會變動 沒有的話均衡就會一直維持下去 所以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到 你就會看得到這個 市場均衡的變動 我們剛剛講飯糰的例子 飯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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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像我說 今天呢 如果 蛋的價格上漲 那會發生什麼現象 蛋的價格上漲 蛋的價格上漲是什麼 蛋是什麼 蛋是飯糰的原料 蛋是飯糰原料 蛋是飯糰原料嗎 外面那個飯糰很像沒有包裹蛋 所以我們應該講蛋 我們應該講油條或肉 油條或肉 肉的或油條的價格上漲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個 古山國小的旁邊那間很像沒有蛋 然後那個 射道府那間也沒有蛋 不過上面的包子那間有蛋 我記得上面的包子那間很像有蛋 我可以去逛買 很久沒吃上面的包子那間 因為那間太多了 好 如果 我說 它的原料價格上漲 比如說肉的價格上漲 不要講蛋 肉的價格上漲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其他因素變動啊 對不對 原料上漲了 所以你就看到 本來給定飯糰的價格是25塊錢的時候 本來給定飯糰的價格是25塊錢的時候 現在肉的價格上漲 所以直接聯想到說 如果它上季區 要25塊再賣飯糰 它就不會願意賣那麼多顆了 對不對 它就寧可說 它就寧可 它就不願意賣那麼多顆 它就不願意賣那麼多顆 講這個說本來的薰的是1500 每天賣1500顆 然後價格是 價格是25 價格是25 如果肉的價格上漲 你第一個看到是什麼 它就不願意賣那麼多顆 因為美盒啊 然後也了解 它就不願意賣那麼多顆 它就不願意賣那麼多顆 所以你就會看到什麼事情 你就會看到說 它不願賣那麼多顆 可是呢 需求沒有變動 本來大家的意願還是1500顆 本來大家的意願還是1500顆 可是因為肉的價格上漲了 所以R-SUN不願意賣那麼多顆 R-SUN不願意賣那麼多顆 假設這個量病的是 它在肉的價格上漲後 它只會願意賣1000 比方它只會願意賣1000顆 那你就看到什麼 一樣 你這時候就看到了超額需求 對不對 這時候就看到超額需求 有超額需求的話 會有什麼現象 有超額需求的話呢 就會看到了 R-SUN發現說 現在我不想賣那麼多顆 好吧 那結果呢 原來需求 大家還是想要賣1500顆 那就是說 他不想賣那麼多顆 那結果就是說 一堆人排隊在哪 一堆人排隊在哪 他就發現說 所以我其實可以漲價 因為一堆人在排隊 表示說 我不用怕 我不用擔心賣不出去 肉的價格上漲了 我不想賣那麼多顆 結果結果就是 一堆人在排隊 一堆人在排隊 他就說 所以我知道說 我不用怕賣不出去 我就可以偷偷漲 對不對 超額需求的時候 就會有漲價的誘因 有漲價的誘因 所以 你就可以看得到 市場的均衡價格 就會跑到新的價格上去 就會跑到一個新的價格 我們說這個叫做double stop 新的價格 那 那 價格上漲的時候 價格上漲的時候 本來買的人 意願也會降低 本來買的人 意願也會降低 所以 數量可能也會下跌 數量可能也會下跌 所以這個就是市場均衡的變動 因為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會導致供給線或需求線的這個拉動 所以導致市場均衡的變動 導致市場均衡的變動 好 我們的作業 剛剛同學有來募 這個 Problem 345 是指第三章的第五題 第三章的第七題 跟第三章的第九題 這三題就是這樣的一個題目 問你說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其他因素變動的時候 市場均衡的價格跟市場均衡的數量 會什麼變動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哪些其他因素的變動 有哪些其他因素的變動 你可以去下載那個獎益 獎益我獎益上面有列了很多 這個獎益請大家可以去上那個網大 我看有些人有拿 有些人沒有拿 你可以去看 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裡面會有哪些 譬如像說有哪些市場均衡的 市場均衡的變動 你有看到需求線的變動 跟通平線的變動 需求線的其他因素有哪些 譬如像說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動 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動 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動 來我這邊還有留這個需求線 需求線 我這邊有改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動 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動 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動 會是其他因素變動 會拉動需求線 那其他商品的變動 怎麼來影響需求線 有很多種情形 對不對 有替代品跟互補品 你們注意一下 有替代品跟互補品 有替代品跟互補品 這個東西 替代品跟互補品這個東西 什麼是替代品 三明治 你買飯糰就是什麼 為了早餐 那你早餐可以吃三明治 可以吃飯糰 可以吃漢堡 可以吃粥 像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替代品的價格變重 比如像三明治的價格 粥的價格 漢堡的價格 唯獨飯糰的價格不上漲 唯獨飯糰的價格不上漲 那價格的這個 吃飯糰的會不會變多 會 所以這個叫做替代品 對不對 三明治的價格上漲 漢堡的價格上漲的時候 要吃飯糰的人會變多 那這個時候 飯糰需求線會怎麼移動 向外移動 所以這個是替代品 大家注意 它有沒有護股品 有啊 飯糰的護股品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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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買飯糰的時候 阿上就會問你要不要另外再買什麼 飲料 對不對 你去買飯糰的時候 阿上就會問你要不要買飲料 對不對 你去買漢堡的時候 你去麥當勞買漢堡 他就會問你說 你是要買漢堡 還是要順便帶樂可可 對不對 買樂可可 帶咖啡、樂可可 紅茶之類 都會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今天 紅茶的價格上漲 會主要影響到飯糰的需求 可能對有些人來說 不會影響 因為他就會純吃飯糰 可是有些人是 飯糰一定要配飲料 對不對 飯糰一定要配飲料 所以如果說飲料的價格上漲 飲料價格上漲的話 你可能會影響到你買飯糰的意願 這時候會影響到你的需求線 需求線會內飲料 對不對 所以如果飲料 紅茶咖啡 紅茶的價格上漲 飲料可能是一杯15塊 現在變成一杯賣100塊 對那些吃飯糰一定要配飲料的人來說 他就不會去買飯糰 他就去買粥 他就去登上漢堡在本中 我直接就用配料 對不對 那可能有些人就是 當買飯糰他就不會影響到 可是對那些買飯糰一定要配飲料的人 他就會影響到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護股品 這個是護股品 那我們剛剛說 其他因素哪有哪些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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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今天薪水 你今天是大學生 所以你沒有賺錢 假設你爸媽一個月給你的利用錢是一萬塊 你將來大學畢業去賺錢的時候 一個月變成你三萬塊的薪水 那你可能會 還是會繼續吃飯糰 因為飯蠻好吃 可是呢 你想想看 你以前每天晚餐都吃泡麵的人 你會不會敢吃別的東西 會嘛 因為泡麵吃久 對身體會不好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所得上升的時候 你對某些東西的需求量很會影響 比如像泡麵 你會減少 那 有些東西的需求量 你可能會增加 比如像什麼 麥當勞的漢堡 以前我那個大學的時候 很大敢吃麥當勞的漢堡 會比較貴 然後等一個月吃一次兩次 大家就覺得 哇 這個因為真是所壞 這樣子 對吧 可是呢 現在呢 現在是常常買 對不對 所以所得上升的時候 你對麥當勞的漢堡 可能會增加 那當然如果你 從一個月四五萬塊 變得到一個月四五十萬塊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吃麥當勞的漢堡 你可能就不吃麥當勞的漢堡 你可能會吃更高級的東西 不過很有可能 你還是會繼續吃漢堡 因為漢堡很好吃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所得變重 一般人的on average的所得 變動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需求線 也會影響到需求線 所以需求線也會外移或內移 可是移動方式不大一樣 看這個財務的特色 它可能是正常財 可能是列等財 這個我們下個禮拜 下次上課會講 這個我們下次上課會講 正常財或列等財 正常財或列等財 我們會講 可是大多數的產品都是正常財 大多數的產品都是正常財 也就是說 你所得增加的時候 你會多買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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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等財就是說 所得增加的時候 你會減少它的使用 有像什麼 泡麵 我剛剛講泡麵 就是列等財 像這個東西 那它有沒有什麼其他因素 我這邊列了兩個 我這邊列了一些 列了一些 這個 所得 其他工具的價格 還有什麼呢 消費者數量變多啊 對不對 本來這邊只有1000個 1000個消費者 所以這個需求線 表示1000個消費者的需求線 1000個消費者能加起來 如果今天消費者 變成1500個人的時候 那這個需求線 會不會外移 當然會來滿的人變多了 對不對 偏好改變 也有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很多東西叫做 對未來的預期 大家可以去想想 對未來的預期 對未來的預期 那 供給變動呢 有沒有 我這邊也列了很多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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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比如像說 生產投入的價格改變 生產投入的價格改變 就是我剛剛講的 淡價 漏價 這個叫做生產投入的價格 生產投入的價格 那還有什麼呢 生產技術的改變 這邊沒有講 比如像 阿上館來包飯糰 他現在找一個機器來包 找個機器人 大家有沒有看過機器人做刀削面 應該有看過我們影片 一個機器人這樣 把那個麵糰快速弄成造削面 所以 如果阿上今天買的這個機器是 他只要把炭 油條什麼東西丟進去 然後自動就會生產出飯糰出來 那 這個就是技術進步 那他願意供應的量 可能就會變多 因為他現在都要用 用人工具包 那他可能要出力 阿上的人年紀比較大 有時候包大起來 要用力 如果他有機器的話 他可能願意供應的量就會變多 他可能願意供應的量就會變多 技術進步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大家可能過去沒有想過的 叫做 生產上的替代品 或聯合產品的價格 生產上的替代品 這個東西呢 比如像說 我是阿上 我有個飯糰站在那邊 我可以賣飯糰也可以賣掛包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 這個叫做生產上的替代品 如果掛包的價格變好 我當然希望多賣掛包 如果飯糰的價格變好 我當然希望多賣飯糰 這個叫做生產上的替代品 那什麼叫生產上的聯合產品呢 這個我說 大家過去比較沒想過 比如像有個東西叫做魚菜共生 這個叫做生產上的聯合產品 魚菜共生 這個東西就叫做聯合產品 大家有空可以去查一查 這個網路上有在講魚菜共生 他們就是在講說呢 現在有一種有機農作的搞法是這樣 他是用水耕法 然後水耕水它一定沒有農藥 那為了要跟人家證明農藥是說 它上面是種菜 然後它底下那個水 它用來養殖 所以就很清楚跟人家證明 就是說 你看我這個菜是完全沒農藥 如果有農藥魚活不下來 它這個叫魚菜共生 它就同時種菜跟同時養育 那這個就是聯合產品 魚菜共生 它這個就是同時種菜跟同時養育 所以魚的價格如果變好的話呢 它想要多賣魚 想要多賣的結果是 它的菜的供應量也會變多 因為你們是一起生產的 那同樣的菜的價格變好 它想要多賣菜 那同樣因為它想要多賣菜的結果呢 魚的供給量呢 因為你是一次 就是菜跟魚一起生產 所以菜的價格變好 它想要多賣菜的同時呢 魚的供給量呢 也會變多 這個叫做生產上聯合產品 這個東西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要講的 這個叫做對未來的預期 對未來的預期 對未來的預期呢 是很重要的其他因素 不管對買家來說 跟對賣家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 我不知道題目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題目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如果有的話你可以想一想 不過我可以先給你一些 一些一些想法 對未來的預期 對未來的預期 這個歷劍研究所考慮 國家考慮考慮都會考這個東西 對未來的預期 對未來的預期怎麼會影響到需求跟供給 你就想想看 颱風來的時候為什麼菜價會上漲 大概就可以明一點 颱風來的時候呢 還沒做成損害 為什麼菜價就上漲上去了 因為你就想想你是買家 你知道明天菜 你知道後天菜價一定會上漲 因為颱風來一定會影響到產地 你知道後天菜價一定會上漲 那你現在會做什麼事情 你就跑家樂福去吧 菜市場買錢 對不對 你就會跑家樂福嗎 前次颱風來的時候 颱風前一天我都跑去家樂福 都看一大堆人 平常家樂福沒那麼多人 可是那邊有一大堆人 因為大家都要跑去 趕快採購量子嘛 對不對 所以颱風來的時候 大家知道颱風過後 價格一定會上漲 就會跑去買 所以這都會發生什麼事情 需求先會外 那你是賣家 你是廠商 你是那個 你是那個中盤大盤 你知道以後價格會上漲 你會怎麼做 你會現在把東西賣掉嗎 不會 對不對 不會 那你會怎麼做 你會把你的供給減少 你會存貨 對不對 你會存貨 想說以後價格好 再來賣 你不會現在就賣 所以供給線會內進 所以颱風來的時候 你就看來 大家對未來的預期 預期以後價格會上漲 買家 需求先會外移 可是賣方呢 供給線會內移 結果就是價格會上漲 那需求 那個均衡量會有變動 這時候我們會說 均衡量的變動是不確定 因為要看兩邊的力量 誰比較大 或誰比較小 這個很重要 數量會怎麼變動 要看老邊的力量 比較哪個大哪個小 這個考試都會考這種東西 對未來的預期 預期未來最後會上漲 然後呢 真的價格 雖然是大家預期三天後才會上漲 可是今天就會漲上去 然後均衡數量會不會確定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看 題目就是做這些東西 題目裡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件事情 可能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最後的我們講完就下課 我剛剛說 供給線是正邪率的 那為什麼是正邪率的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 阿上他要賣 童子賣飯糰跟賣掛包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飯糰價格上漲之後 他可能會把資源從掛包移到飯糰 他想要賣多一點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可能有些供給線呢 他不是正邪率的 或是說他是非常非常懂的 有沒有可能有這種東西 也就是說不管你怎麼去移動的資源 這個資源都是固定的 總量都是固定的 有沒有 也就是說我講的是 供給線呢 他是 他是 垂直線 有沒有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能夠公用的數量呢 總價是固定的 總數量是固定的 然後你不會有資源掉來掉去的情形 有沒有哪些東西 土地 台灣的土地就是這麼多 當然可能現在有點是正邪率的 因為你可以填海造地 你可以填海造地 可是大體上來說是固定的 大體上來說是固定的 那個價格多少好像土地的量就在那邊 這個是 習提的題目 大家可以去想想 有沒有問題今天講的這個東西 OK啦 如果OK的話 我們今天就上課上到這邊 然後記得做習提 然後下次